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讲到卢卡奇 会讲到葛兰西 会讲到阿图赛 我在我的20世纪美国社学理论是没有的 因为读的不够多 但这是我在学念书的时候是很红的事情 我们学的如果照现在的观念来讲 我们学的是西方的社学理论 西方社学理论因为生在民主或资本主义的制度下 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对于社会主义有一个情怀上的向往 而不是实际的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中国大陆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 对马克思是非常遵从的 然后马克思正在德国 然后今年是马克思诞生两百周年 所以中共政府就送了德国马克思同像 跟什么什么东西 结果德国人不高兴 特别是马克思出生故乡特利尔 他们常常觉得这是 我们的民族就是因为这个人搞坏了 但是中共就不太理解 我们的伟人正在有德国家 我们对他的尊崇是无意附加的 所以这个在德国跟中国方面 就有这方面的文化上的差距跟冲突 那我们在美国念书的80年代 70年代的这个西方马术的盛世 对于当时的欧美的社会学家来讲 这是一个有别于学术界的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们念书一定要念 然后那时候的书 基本每一本出来都非常的红 所以有这一个时代的背景 当然经过了这几十年 教西方马资主义的时候 西方马克思盛行的时候 世界还是有一半共产主义国家 或社会主义国家 一半是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一半表现非常粗略的说法 但是在1980代的末期 那个共产主义国家就一一都垮了 这个当时被简称为叫苏东坡 苏联东欧 就一坡一坡都垮了这样 那当时很多人就非常兴奋地认为 那下一波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垮 那这个历史证明 这个期待是有点那一 现在世界上大概就三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国家 或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个 北韩是一个 五八是一个 其他的原来东欧的很多国家 包括以前叫做东德 现在因为东西德统一了 所以就改称德东 所以德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觉得那是他们走错路 那但是刚刚讲的三国家 都还觉得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几年也不太有人讲西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在西方的学术界 所以讲这个有一点点历史的前途 但是我讲不是我个人相信什么 我讲只是说在一般的书里会提到 那我就把它提了 这跟我个人的立场是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我也说过 我们大安建社会学员多多少少都有点社会主义的心怀 我们都希望个社会更公平一点 好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做不到 但资本主义又给人很多的自由 这又是我们身为一个在这种制度下 我们是一个受益者 所以这个有时候很矛盾 所以这个要先说明一下 讲到鲁卡奇 这他是一个匈牙利人 所以匈牙利的这个字呢 有那个字上面有两点的 有这个写片 因为他在德文世界 德文世界不一定是德国 德文世界比较流行 所以后来他的拼法 都是德文世界的拼法 就是Geld 像你看这本书 就G-E-O-R-G 像Zemiel的first name 那个大概念起来像G-E-O-R-G 像这样子的发音 但你到德文就被人给了G-E-O-R-G 那鲁卡奇 大部分还是用他的 新华丽文的念法叫鲁卡奇 虽然有个C有个S 但是还是比较跟了 但前面的拼法已经改成德文式了 就像恩格斯 恩格斯虽然是一个德国人 他的first name在德文叫Friedrich 但是因为他在英国太红文 所以大部分人用英文的脉络 都叫Friedrich 叫Friedrich Engels 但Friedrich Engels 就看你是在德文的语境 还是在英文的语境 所以这个有些人可能在 在刚才今天说的时候 不会太了解的人 那一般来讲 会把鲁卡奇红 匈牙利文的这个情况 在欧美世界是比较罕见的 所以跟各位说一下 如果真要写大部分都还是写Gael 你看这本书是音译本 他就是把它写成德文的方式 并没有回到他的匈牙利文的方式 这是一个说大可以很大的问题 说小可以是非常小的问题 但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他活得非常久 他的生平 你可以去看他的讲义里面 不是PowerPoint里面 讲义里面比较完整的部分 这本书是他的最有名的书 这本书的后来德文印的书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版本 Geschichte就是历史 文的叫And Klassen bei Wollstein 就是class consciousness 就是阶级意识 所以这个译名没有任何的有趣 就是他原来想要的样子 这是德文 这是英文 中文译本呢 因为我收集了早 所以这边有一个译本叫《历史与阶级意识》 还有一个副标题 但这是早期重庆出版社翻译的 张希平翻译的 然后这个呢叫《历史与阶级意识》 这是华夏的出版社 然后这个翻译者是王伟光张峰 然后还有一个译本 还有一个译本 就至少三个中译本 三个中译本叫《历史与阶级意识》 这是商务意识宛书的 然后这个是《杜章志》 《人力跟着烟红远》 所以这个书后 这都是早期的 大概1990年代的这本书的译本 所以在《中文世界不乏》这本书 要参考是至少三个译本给参考 这是比较后来出的 你看他就把他的名字翻译 这是第一名的《杰尔级意识》 这是在接近他的《匈牙利法》 卢卡奇还是卢卡奇 这是他的文学 这是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就是大陆的最大的官方出版社 然后这本书的有些文章都收在这里面 所以就是 虽然叫卢卡奇文学 你说叫《历史与阶级意识》 大概也可以说得通 有一些文章不太一样 但重要文章都在里面 所以这是卢卡奇的东西 稍微说一下 那这是原书是1922年出版的 后来就翻译了 有几篇重要的文章我看了 然后也做成了简单的讲义 第一篇文章收到1919年3月的文章 说什么叫做正统马克思主义 这个现在你对马兹 或者马兹的信奉者所信奉的东西 你可以简称马克思主义 那有的时候你讲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政治或历史的情况下是违法的 所以就不能称它马兹主义 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格兰西 格兰西就把它称为是实践哲学 Praxis 所以七年代理将 讲到马克思的时候都强调他是强调实践 那实践就用了希腊文 而不是用英文 Praxis P-R-A-X-I-S 那这个卢卡奇其实大部分地方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他并没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 他用的叫做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 Historic materialism 这是恩格斯跟马克思用过的 或是叫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我写了一本小书谈到这个马克思恩格斯 在这个历史唯物论里面的一些讲法 历来是不太 有地方是一样有地方不一样 我们上回在讲马克思跟恩格斯的时候有说过 所以这里他特别讲什么叫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背景就是这样 共产党人在革命成功以后 他的革命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革命 马克思预期是工人革命 结果后来到来都是农民革命 那反正革命成功了 那革命成功以后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那有些人对马克思的意见 这不太以为然就有一点修改 这个后来经过了这个共产党的 特别的苏联的一个政治斗争以后 就有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说法 修正主义最后都会 不是只是思想乱争变 有人会打入大牢的 有人会因此寄存生命的 这个对民主国家的那种不同意见的那种容忍是有差别的 所以他要讲他这个什么是他认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但别忘了他讲这不是当时新华力共产党所接受的 所以这本书你如果看他的序言 在1997年代序言 就是说我完全否认我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东西 可是这本书呢 他虽然否认 但所有的研究者都拿他这本书当成是他的意见 所以这是一个在诠释上面很尴尬的事情 如果作者已经否认他年少轻狂之作 那我们还念他干什么呢 我们就算念他了 能说这是他的后来的想法吗 还有他说他否认的是真否认 还是为了政治正确的目的所以说否认 你要怎么去解释他的否认 所以这也是一个在诠释路卡奇的时候会有点尴尬的地方 所以他自己都不觉得他的著作 我们还读他 还有三个中义本 那是为什么呢 当然纯从知识的兴趣来说 因为他讲的比较有意思啊 那是不是马克思的意思不管呢 他都讲的有意思啊 这是通常的大概标准的一个解释 所以讲到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区别于不正统的 可见当时革命虽然成功了 但在意识形态上面 该怎么去解释马克思主义 该怎么解释完了 该怎么去实践 这个在当时显然是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要讲一下 所以他文章开头就引了贝尔巴哈论刚刚这是马克思写的 我们也讲过 这个是一条很有名 在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学校 这是柏林大学或简称宏宝大学 他在柏林 我1997年去参访 这个旧的校区就是主校区一个一栋楼 那栋楼上楼这地方就写了这句话的德文 两德统一以后呢 他们曾经开个会 说要不要保留这个墙上的德文 这我学生投票通过是要保留的 所以虽然两德统一 虽然东德垮了 但是马克思的这句话 还在 至少在1997年 我亲眼看到了 还在那个学校上楼梯的那个那边墙上 这个就是说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这个哲学家们当然是指过去的哲学家 虽然没讲应该可以了解 而问题在改变世界 那谁来改变世界 当然就是以马克思为首的这些新时代的哲学家 这是他先引诱的这个 所以重要不是在解释 可是呢 卢卡奇不是解释 你写了一篇文章不就是解释吗 你难道写了一篇文章就改变了世界吗 所以这句话有时候有一个 如果我们追溯起来 这个话有自身的矛盾 常常引用这句话 应该在街头上讲这句话 比较像是我在正在改变世界 而不是在书斋里面写一个文章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面来看 思想可以改变世界的情况并不是没有的 所以思想不是不能改变世界 而不是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世界 有时候思想在前面 行动在后面 这也就是我们在讲 马斯维普的时候 他就有那句话 不是思想而是利益 直接影响人的行动 然后由利益所创造的世界观 什么什么就是那句话 所以也是这个改变有时候是有直接的线 有时候有间接的长远的影响的一条线 所以这就是思想跟社会的关系 或者这就是马斯维普的话来讲 心灵产物跟社会存在的一个关系 那它正统不是指政治上 是指方法上 那它方法呢 那简单来讲 正统指的仅仅只是方法 它是如下的科学信念 相信辩证为物论 是通往真理的道路 而且它的方法 可以沿着前辈所设定的路线 加以发展 扩充跟深化 这麻烦有时候就在发展 扩充跟深化 如果你不是本于马斯主义 就很容易变成修正主义 这个是 可是这个发展 扩充跟深化 因为它都已经讲好了 你还发展什么呢 它讲好了 你所剩下的事情就去做 如果它讲的不完整 才有发展 扩充跟深化的可能性啊 而且它的方法 可以沿着前辈身中讲法 而且还有如下的信念 所要企图超越或是改进的 都已经导致 或者必须导致 过度简化所遂跟折中主义 这都不是好事 尤其马斯主义呢 经过恩格斯的这个通俗化以后 很多人会朗朗上口 连恩格斯都说 哎呀怎么就被简化成经济决定论呢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这里他说 这是指方法 这是他强 所以这个正统人 那这个方法呢 证明有个关键字叫辩证唯物论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严格来说 这个词 不管马克思或恩格斯 恩格斯我应该比较 马克思绝对没用过这个词 他用的叫历史文论 那用这个词到底谁用的 我得在这边去查一下 当时是觉得 我当时的指示是觉得好像是 列宁本人用的 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用 并不是马克思用的 好像也不是恩格斯用的 但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这辩证是指的 从黑格尔来的辩证法 那唯物论是 这个 共产主义相信的历史无论 所以历史无论跟辩证无论 有人是等同来看 有人是不是的 因为历史强调的是 能发展的几阶段 那这个辩证呢 是强调社会 组成社会形构的几个因素 之间的辩证关系 好 你看这边强调辩证法 他说这里很重要先了解 这种方法限于在历史跟社会领域 如果根据这个定义 那跟历史无论是一样的意思 就同一字 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 所产生的误解 只是因为他遵循着黑格尔的错误 所以黑格尔错了 恩格斯也错了 因为恩格斯听黑格尔的 以为可以将这种方法 应用到自然界 恩格斯跟马兹最大的不同 就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 所以要研究科学社会学 会碰到恩格斯 但研究科学社会学 不会碰到马兹斯 马兹斯几乎没有讲 有关科学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在这里说 因为他遵循黑格尔错误 以为将这方法 可以运用到自然界 恩格斯写了一本书 叫做《自然的辩认法》 我简称《自然辩认法》 这个争议很大 在马克斯之后争议很大 他是觉得 从马兹的可以发展深化 就刚刚那个 努卡奇的话 但是其他人认为 不能用到 你看他就说 不能用到自然界 用到是一个误解 所以这是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 但有人认为 自然跟社会是统一的 所以能用到自然就能用到社会 这是一个基本立场的不同 那他是这么说的 说辩认法的关键要素 就是主体跟客体的互动 理论跟实际的整合 所以当时很强调 在西方马氏主义的 强调是什么呢 强调是totality 整体性 或者unity 整合性就是 理论跟实际的结合 那这翻成 中国人都能懂的话 叫自信合一 那自信合一从孔子时代就有 一直到王安明发挥 发扬王大 所以本来在先行的文献 知跟行就是合一的 你知而不行是不可能的 那只是后来慢慢就分离了 作为范畴的现实历史变迁 是造成思想变迁的根本原因 所以作为范畴的现实历史变迁 是思想变迁的根本原因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 另外 作为范畴的现实历史变迁 是造成思想变迁根本原因 在我们对自然界知识中 是不存在的 自然界没有这样的状况 那一般的马氏主义 是认为经济影响的上层 基础影响的上层建筑 他认为这个很不幸的 文化对这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 那你讲这个又不做深入的分析 这不是有点占人家便宜吗 那他说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切现象的拜物教幻想 因为这拜物教是马克思 在资本论里面第一章的第四节 提到的商品拜物教 那光教拜物教 这本来就有这样的观念 不是马克思专有的 好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切现象的拜物教 幻想成功地掩盖的现实 就是那个拜物教不是真实的现实 也是马克思说的 或者这边一直强调的 本来是人跟人的关系 显现出了或转换成了商品的关系 并且被掩盖的不仅是 现象的历史的 极过度的战时性的性质 这种掩盖之所以 可能是由于下面事实 就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 特别是经济的范畴 就所谓的basis 或者英文的basis 是以客体性objectivity的形式 呈现在他面前的 掩盖了他们其实是人和人的关系 这种范畴是 相反的他们表现为物 以及物跟物之间彼此的关系 所以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 但物的关系还要转换成商品的关系 所以变成这样子 他们的标准解释 因此当辩论法摧毁了 范畴不朽性的假象时 从此也摧毁了其物性的特征 也扫除了通往现实知识的道路 所以这个是辩证法可以让这些大回原型 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吧 好那物产阶级的立场跟知识特性 因为物产阶级的立场就后来他文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物产阶级诞生以后呢 社会现实才能被充分的意识到 这个当然一般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 为什么 理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发现 为什么无产阶级就证明了客观的那么高超的立场 因为他提供的调查整理之后最佳入所处还是一样 为什么 这都是一个结论 随着历史文论出现 这就是历史文论 基本上就是满自主义了 同时也兴起了解放无产阶级的条件的理论 要怎么去解放无产阶级 那这个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里面 就是要消灭异化劳动 那异化劳动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不自由的劳动 不自主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 工人不能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所支配 被资本家占取 简单说 那我们在前一堂课都稍微说过 那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入门课 所以大家也不能讲太深入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因为我的知识也那么深入 所以大家就是这样 我大概怎么讲到这样 所以有关现实的理论 被理解为社会演化的整体过程 因为无产阶级对于其阶级处境的知识 有关生死存亡 因为只有了解社会整体 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处境 而且这种理解是行动无可或缺的条件 你必须有正确的理解才会有行动 简单 因此 理论对实际的统一是无产阶级跟历史立场的另外一面 从它的观点来看 自我知识的观点 正好就是整体知识的观点 因此无产阶级同时也是自己知识的主体跟课题 知识无产阶级特别提高的 方 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无产阶级有这个优势 大概是解释说 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受到经济处境的影响 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损失 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你除了你的手上的手表、脚铐以外 你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资产阶级有一大堆可以损失 它的家庭、它的财富、它的私有财产 在无产阶级里面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你除了赢得全世界 你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所以这是一个理想 因为后来无产阶级当论以后 那谁来管理无产阶级 或谁来替无产阶级管理这个社会 那管理这些人常常也把无产阶级管理了 所以你最后也损失你的自由 你也损失什么 但你可能就获得了安全的保障 你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可能就损失了自由 那到底生活上的问题比较重要 还是自由比较重要 那真的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 好,那这种满思主义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战胜修正主义跟空想主义 没想到后来它自己变成修正主义的一部分 这实在有点搞笑 空想主义,空想主义之后 完全没办法落实 这在马克思那个时候 讲的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 在资本论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讲到这些人 所以他是要赞成他们 绝不是一劳永逸地打倒各种错误的形象 不是一劳永逸地打倒 所以好像打不倒的样子 这大家会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很彻底啊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了 怎么会打不倒别人呢 我想这句话会引起一些麻烦 这是一场无止境的斗争 各位如果学过国际歌或看过国际歌的内容 国际歌是这么唱的 这是一场 这是最后的斗争 怎么是无止境的斗争 这告诉你百分之上没有别的啦 以后就是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啦 大家都是活得好好的啦 所以他这无止境的斗争 这个观念 我想也跟当时人的理解是有距离的 他说对抗布尔乔亚的疫情 他跟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无形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是传统的捍卫者 这是正确的 他宣称历史过程中 从现在跟整体之间任务不眠不休的预言家 因此共产党的宣言中 关于政统办公司代表 还有共产党人的任务的论述 并未丧失其相关性和价值 共产党人从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指示 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 共产党人强调跟坚持整个无产阶级 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另外一方面在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中 经历各个八十年代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这个立场基本上还是跟所有的共产党 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 所以这是代表利益 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所赋予的一个代表者 所以就是这样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因为历史文论跟无产阶级的立场 刚刚大家已经说了 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做 物化以阶级意识 这篇文章非常长 你看还有一篇文章叫阶级意识 短一点 这篇文章大概占了这篇书的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吧 很长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这个 它的物化不是objectification 它的物化是reification 这个字在我念书的时候 字典上是没有的 你不知道这个字要怎么解释 如果objectification你还可以知道 那这个到底怎么解释 物化就变成物了 其实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刚刚讲的 人跟人的关系转化成物跟物的关系 那这跟物产阶级的关系是什么 那当然简单讲 你的物化状况要靠着物产阶级的意识 就能把它打破 然后这物产阶级是来拯救人 在物化的情况之下 简单的讲是这样 那它全文的开头 就像很多人写论文一样 喜欢引用一句很著名的话 我以前指导论文 我是不在乎这里的 很多学生很喜欢引用 那你就引用吧 这是你的风格 只要相关就好 不要领一些不相关的东西 什么叫做彻底 这彻底英文是radical 抓住事物的根本 所以以前的radical在中文 翻译成激进 很激动的进 后来呢就有一位老师说 其实它是抓住根本的意思 所以应该是基本的激 所以还是翻译激进 但就翻译成基本的进 进步的进 这就是从激动或者是激情 变成是基本 那这个新的翻译 真的能抓住这个字的原来人 有的人不查 我后来看到 这个激进 基本的激 这个激 已经用了很久 但是还是有人 不知道是被外星人绑架来的 所以怎么把这个字翻成激情 不翻成激情的激 翻成基本的激呢 他觉得这个人的英文数字有问题 他不知道他的数字 有时候可能问题比较大一点 我看到有人让写 我说这几十年在哪里啊 好 但是对人来说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这句话好像绕圈子 这是卢卡钦开始说的 那不就是马克思在 在黑格尔法则学批判里面说的 好 那商品在马克思成熟著作中的首要性 基本上他觉得马克思的两本伟大的作品都以商品 德文叫Vara 英文叫Commodity 所以那个马克思的那个公式 在英文这书里面叫C 然后Dash M Dash C 商品怎么样透过变成货币 或金钱 然后再转换着商品CMC 如果在德文 就是WG WW 因为是W是商品 所以你看古同学书 他用的语言的关系 所以那公式你说到底是CMC还是WGW 就看你用的语言 或还是英文 然后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马克思企图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 而且揭露其基本的特质 他的特质 简单说就是误化 因为这部文章很长 我只能稍微简单的那个 那商品问题 Baron Program 不能顾虑起来看 甚至不能被当成经济学科的主要问题 而就要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主要的 和结构的问题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商品的关系的结构 才能产生资本主义 布尔乔亚社会客观形式的模型 还有所有相应的主观的形式 所以这种商品关系 这个是下级或者基础 决定了货尔乔亚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这个观念 和意识形态 那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讲误化 误化呢 其实在德文就是很简单 定就是误 事物德文就是定 然后费尔跟利兄就把它变成什么 然后变成一个名词形式 所以这翻成中文翻的物化是非常贴近原文的 英文翻了reification 我不知道这个re跟物有什么关系 结果我没有去查这个字的字元 因为你翻成thingization 可是没这个字 照到一个定就是一个thing 就变成thing 我想可能reification是有它的考量 但这个字光从字面上来看 是不太像德文的丁立雄 或物化这么的明确 而且可以忘人生意也不太 那人际关系基本上是物化 那我们就不要进入太西部去讲 然后商品败物交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 现在所有的节日都商品化 甚至没有节日 你还可以创造一个节日把它商品化 大陆的光棍节双十一 对不对 这才几年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在双十一的时候 开始这个商品要大年收 我一年就买一次好了 双十一购物 双十一购物 现在开始双十二 以后每个月的到一一二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 大概都会搞假 五五六的还垮了 都应该知道 或者是乐团的名字 叫五五六六的垮 所以有时会成也会狂 他商品败物交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 就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有的问题 如果马克思或路卡其复生 在这个圣诞节前后到各地去看 他更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大胜了 哪有商场不摆圣诞书的 到处都摆圣诞书 就算你不是天主教国家 或者这个金中教国家 像我们在台湾 也摆圣诞书 我觉得你摆圣诞书是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意思 那使用价值 原来人家的舒坦东西只是为了自己要用 大家发现自己用不完 然后或者别人有需要 你就开始跟他交换 所以使用价值就变成了交换价值 然后很多人呢 就生产一些自己不使用的 交换价值就凌驾在使用价值上 这两个观念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这样子呢 使用价值的作用凌驾在 对 交换价值的作用凌驾在使用价值上 就变成了商品 你就给他去卖了 那所以就卖 怎么卖 那当然就变成是市场决定了 或什么之类的 好 那是前面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讲布尔乔雅的二律背反 这部分呢 非常难懂 因为二律背反呢 until me 这是一个康德的概念 就是两个事情 我们简单讲就是矛盾的两个事情 但这个呢 可能学哲学就 嗯 讲得太简单 是的 但是的话 爱而律背反 听起来就是很有学问的字眼 所以呢 这部分我只能说 谈到主题跟课题 这都是他的哲学讨论 因为他的哲学 还有自由跟地然 这两个观念 freedom跟necessity 个体跟社会 这社会学大部分会谈到这个 形式跟内容等等的矛盾 好 这一部分大家都引述康德跟黑格尔 则一较论断 我当的分析看不过 我就卡在那里 我常常卡在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是那样的 这最后一句话是很清楚的 这一句话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 就是他这第二部分最后一句话 把这种转变继续下去 并且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方法 则要靠那些那种 那一个阶级来完成 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 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 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课题 刚刚是不是讲过 在资产阶级的身上 主客是分开的 在他们是合一的 行为的主体 创世的这个我们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这个是把无产阶级美化了 那美化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不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 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实 所以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这样的 第三部分就讲到无产阶级的立足点 叫Standpoint 就是Standpoint 也可以讲他们的观点 或他们的立场 或者立足点看怎么翻译 立足点比较直译 Punt就是point 讲到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都会异化 这一段就是来自于 神圣家族马兹写的部分 马兹写的三本书 有两本书 一个是共产党宣言 一个是德意志形态 都没特别标明 哪个部分是谁写的 那只有神圣家族这本书 在目录的地方 它有标明这段神恶子写 这段是马兹写的 那这段就是在标本马兹写的 我们在讲到马兹译化的时候 也引起到这段文字 所以我曾经建议过 就是说因为这是马兹跟恩格斯 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相对于1844年经济学者说法是马兹写没有公开的文章 这篇文章应该更有优先性在解释他的内容的时候 所以大部分人的解释就是 异化只存在于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好像没有异化 我一直认为这是错错错错错错 因为呢在马克思这里 资产阶级跟物产阶级的异化是不一样的 我上次在马克思部分画的一个表格 根据的就是这里说 他说这里马克思说 有产阶级跟物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力化 这个人是包含了物产阶级跟自产阶级 同样都是自我异化 但这种 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 感到自己被满足被恐怖 结果很厉害 我很努力 在今天的地位 他们这样想 然后把这种异化开出自身强大的证明 并且在这个异化中获得人生存的外观 我们就不要讲外观 就是他觉得存在的 就这样赚更多钱 中国大伙的一个大生意人就说 哎呀你要立个小小的计划 怎么先赚一个亿啊 像这个就是 他觉得赚钱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能力 而物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 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 并且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跟非人生存的现实 路卡切遇到这里 我看到路卡切的书 应该是比较晚的 所以我是等于是 英雄所见略的 不是我超他的 但是看到这段的时候 我就非常兴奋 表示我也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很少人 当然读路卡切 也不会把他认为 这个是物产阶级跟同样 都会有自我的异化 或者人的异化 那阶级立场也是一样 他说社会存在的客观事实 就直接性而言 对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都是同样的 但这点上并没有阻止这种状况 就是使两个阶级能意识到这种直接性 使赤裸的直观现实性 对两个阶级来说成为真正客观现实性的特殊 因为这两个阶级在同样的经济过程中的地位不同 所以必然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感受到的是不一样 虽然他们就同样的影响 因为你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是不一样 如果我们从知识社会学来看 就是你的知识会因为你所属的阶级不同 而会有不同 那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是更高级的科学认识 你就不要细说了 你慢慢去看就知道 那无产阶级是朝着总体前进的 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分裂的 他们的立场是这么说的 然后阶级的作用跟个人的作用不同 但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里面的论述里面 大概只有在 或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 大概只有在德意识形态的时候 强调过阶级的作战性 在后来1859年的政治心学批判的序言 就特别没有强调阶级 这个我曾经在过去讲过 也列过表来看 所以在这里呢 卢卡齐又回到了 强调阶级的中小性 这样的无产阶级不是一群 无所组织的人 他们是一群有组织有理想 有目标的一个团体 然后思维跟存在是同意的 这一点上面就是打脸马克思 因为我们要念马克思 特别是庸俗的 常听到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嘛 存在决定思维嘛 怎么会是同一个东西呢 同一个东西怎么决定自己啊 那你又说它是同一个东西 你不是觉得马克思讲错了吗 你现在知道这本书为什么会决定吗 他为什么要否认嘛 他讲了人家马克思 所有共产党人都知道的事情 结果他说不是这样 那不是这样 你不是修正主义嘛 你不是前面要骂的 自己要骂的人 不就是你自己嘛 好 大家结论说 客观的经济发展 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 只能 这种地位决定他的立场 这个是没有错 这是存在决定意识 跟你刚才不是说思维跟存在是同意的吗 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 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跟必要是 但是这一改造本身 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行动 意思说无产阶级要能够自由行动才能亮眼 你知道吗 那觉得说这是必然的 你干嘛还讲成这样呢 难道我们没给无产阶级自由吗 你现在知道吧 这话里面有很多可以被人诟病的地方 很多可能跟他们当时他们的领导观念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认识到后来不好好 也大概跟这有关 你要不就根据你的党说什么你就做嘛 这就不会出问题嘛 那当然这样的话 大概也不会有人看你的数 因为觉得你就是党的传声筒 他的第三篇我们要谈的文章 叫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的变迁 那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在不同的时代会有改变 然后历史唯物主义对无产阶级重要性 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物残阶级在受压迫的时代 在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就是你要靠这个历史唯物论 相信经济基础可以决定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现在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 都被在被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 他把历史唯物论运用在这个时代 所以这时代要用历史唯物论 然后要以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纲领来重写历史 这个在当时就是教科书纲本的问题 一纲一本或什么的 所以要用这个理想来写 所有共产主义的国家 到后来都是用历史唯物论来写历史 好那什么是历史唯物论呢 他说无疑的 他是按照其真正的本质 理解过去世界的一种科学方法 但是呢 资产阶级的历史唯物相反 也同时我们能 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 科学的考察当代 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 也看到实际推动的 推动事件 这两个字有错了 是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 所以这个历史唯物论可以发现历史的动力 那就是生产工具的拥有 跟这个再复制 就是经济力和基础的问题 简单说是这样 那这个没有新意 这个基本上是遵循了马克思的想法 那历史唯物论首要的功能是行动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历史唯物论首要的功能不是了解 了解可以采取行动 那细部也不说了 还有资产阶级承认历史唯物论就等于是自杀 所以这是他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消灭他自己 历史唯物主义的反身性 就是我们既然想到 经济基础可以决定上层建筑 那么在历史唯物论也能够拿这个理论来解释 那他也就这样就区分了前资本主义跟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别 简单说前资本主义因为经济还不够发展 它不能够影响上层 到了资本主义阶段 经济发展所以经济才能够影响上层 所以简单的说 历史唯物论的功能历史唯物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时期 前资本主义时期他无法解释 那这种类似的想法不是用这种语言 但孔德已经表述过 在什么时期是上层影响上 是文艺、工业、科学影响了经济 然后到了这个 他不是讲资本主义 到了经济发展以后才是经济影响了其他的 这讲法跟孔德是几乎是一模的 可是他有骂 当然很多人骂孔德是因为他没有读到那一段 很少人像我 因为我那时候写书 我把孔德读得比较多 以前没有写书的时候 也就觉得就是从二条书制造三阶段论 其实大概就差多了 然后历史唯物论呢 历史唯物主义应用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困难 没法这样解释 所以以艺术为例的时候 证明两种时代差异 他就这样讲一下 去看一下 然后批判庸熟马克思主义 比如说这庸熟马克思主义 常常就是共产党所坚持的东西 因为有大部分人这样才能够了解 所以你这样讲这是马党 所以匈牙利共产党当时就不太能够支持 然后他说因为把它看成是永恒的范畴 他认为这不是的 因为历史唯物论讲到会随着经济改变 那历史唯物论本身也应该随着经济改变 所以没有永恒的范畴 是不断变动的范畴 你看这人怎么会讨好呢 我都讲到现在 我慌我 念了马克思念他 你就跟马克思讲吧 就算是对的话 你也 你也让有些人不高兴啊 对吧 尤其有权利的人 那忽略的暴力有作用 恩格斯有一篇叫做什么暴力在什么什么运用 那当然有些马克思主义是不相信恩格斯的 只相信马克思不相信恩格斯 所以恩格斯后来说写的东西 只要马克思没写过 很多人就会嗤之以鼻 对恩格斯都会嗤之以鼻 他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 否认暴力在从一个经济 经济算做到一个经济算做的重要性 他强调这个暴力也很重要 这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是靠暴力的 毛泽东也讲过 革命不是几个吃饭 不是文良公典让 革命必然是暴力的 所以这点是呼应的 是呼应的 你要强 要避免暴力 大概现在的话 大概就是所谓议会政治 或所谓的改革 那议会政治有时候都还会打开头 那至少这暴力是有限度的 这个规模小的这种 好 那这呼吁暴力的作用 结论就是说 他有好结论 对 等一下 第一 必须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指明 怎么一定会走上自觉监督跟控制的过程 还摆脱对象化社会 这对象化社会应该就是物化社会 因为那个钉 除了物以外有时候可以翻成对象 对象化社会的强制道路 过去的任何分析 无论多么仔细跟准确 都不能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只有把辩证方法 毫无偏见地运用在这个全新的题材才行 第二 因为每一次危机 都是资本主义批判的课题化 所以极度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就是我们有可能 从他正在做完资本批判这个立场出发 迄今为止 可能有过的都更明确更完善地进一步发展 为人类史前史优亡法的一所有主义 这话讲得有点拗口 基本上就告诉人说要唯物叶政法 要用这个来研究过去的社会 简单讲这样 但他的有些观念 刚刚讲到什么思维跟存在是同一的 像这样的立场 有时候是不讨好 所以这就是盧卡奇部分 跟知识社会学相关的讲述 大部分的知识社会学教科书 或者入门书 在介绍盧卡奇的时候 大概也不会那么习 所以盧卡奇就很少了这 那接下来讲葛兰西 我们好像还是根据他的出生的前后来的 那葛兰西没有活过二次大战 那那个盧卡奇有 所以生族的音乐不太一样 那这个盧卡奇是个意大利人 你看他叫Antonio 就叫意大利人 那大部分人都念Gramski 有人就把这个S就不念了 叫Gramski 所以Gramski是葛兰西 为什么不是葛兰奇 既然是盧卡奇 是不是也可以给葛兰奇一下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习惯有法 那葛兰西讲的东西其实不多 因为他的 我个人觉得他的思想不够 不够这个 比起这个盧卡奇来讲 不够深 那他因为写的时候呢 又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居多 他有一本书叫做《狱中杂记》 这个《狱中杂记》呢 就是他监狱里面写的 没什么太多参考书 所以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教育程度没那么高 所以引用的东西都相对而言非常的简单 还有呢 也许是不是因为他在狱中写的关系 这我不太确定 所以他不太提马克思主义 都说实践哲学 都说实践哲学 那他最有名的理论呢 其实是跟知识分子有关 一个是跟当代军王位有关 强调的是政党的作用 当然这个政党在他心目中就是共产党 但那个共产党是在还刚开始起步的共产党 不是后来有过统治经验的共产党 所以我想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那格兰西德对知识分子的区分是很多书都只讲了一段 都很片面 他对知识分子分成两种 一种叫传统型的 traditional 一个叫有机型的organic 那哪一种比较重要 你一听organic 就像你买蔬菜一样 有机蔬菜当然是比较贵的啦 然后不是有机的 他也不能说我是比较差的蔬菜 我说无机蔬菜 没有人这样讲嘛 那你特别标明有机 就是比较贵的 不用化学农药的啊 或者什么什么 或者什么 还有采交铝地什么什么 所以那个 有人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去买这样的蔬菜 那其他的就是干嘛下毒的 有一堆化学农药没有去掉的 你吃了活该的吗 好像有这样的影韩的意思 尤其是在吃有机的来讲 那为什么不买那个不是有机的呢 大家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也一样 organic你可以想要是比较好 传统形成是在名词上面 显然是比较不好的意思 讲你说你就算好传统 绝对不是夸奖 党绝对不是夸奖 在很多语言都是一样 好 其实还有一个叫都市型的urban type 跟乡村型的rual type 通常都没有问题 然后御东杂技呢 有解有凡 大部分人先看到是苏联编的 一本这个玉中杂技 哎呀我没带下来 对吧 是没带下来 好 后来就有出完成版的玉中杂技 就比原来的要大 所以大部分的玉中杂技 都会写selections 他只是选的 后来也出比较完整 那选的是怎么选 很多人当然就习以为常 他都帮你选过了 你就看人家选过了 真正要学问 做学问都不能看人家选过 都是因为他选过 他有他的想法 那你自己看 有没有他错过的东西 好 这个有机性传统型 他虽然这样讲 但这个区分是怎么样 他说你看 他说首先是传统型的 专业知识分子 包括文学的科学的等等 他们在社会空隙地位 具有某种阶级之间的光环 所以知识分子 没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 知识分子都是不同阶级来的 那他们最终也是从过去到现在的阶级关系中 获取了现有的地位 同时却隐藏了依附于历史上不同的阶级形作 所以这个说法跟这个卡尔曼汉讲到的 卡尔曼汉用的那个是阿菲特·维伯的说法 北国的弟弟 他说叫做Fresh-Vevan的intelligence 就是Free-Floating of a 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 就是那种没有依附任何阶级或任何政党的这种知识分子 有依附的就不算了 所以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类似自由业的 或自由业的 所以他的传统性是文学的这种 有依附最终是在阶级关系里面取得它的地位 第二种是有机型的 他们是某一个特殊基本社会阶级中的思考跟组织的要素 某一个阶级 这个某一个阶级是属于哪个阶级呢 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呢 通常其实从历史上的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来看 大部分的著名的共产党人都不是真的无产阶级 都是至少可以叫小资产阶级 有机型是某一个特殊社会阶级中思考跟组织的要素 这些有机型的知识分子比较不是靠职业来区分 这些可能只是该阶级工作特色而已 比较强调的是他们在所属的阶级中扮演的主导该阶级思想 会引发向目标前进的角色 所以他们是在那个阶级里面具有这种影响力 他们的文章显然是很有影响力 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自主的而且独立的社会团体 还是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是自己的特殊的专业范围的知识分子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因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最重要历史过程中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 最重要的形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每一个社会团体在经济生产的事业中 原来扮演的主要功能或随着自身的发展有机的创造一个或更多的资本的阶层 是不断产生的 于是产生同质性并且察觉到自己的经济以及社会跟政治领域各方面的功能 我们可以观察到没有一个新兴的阶级在创造自身的同时 以及在发展过程的自我的改进所创造出来的有机性的资本的 主要就是新兴社会 原初活动某个面向专业化 这些新兴社会类型就是新兴 因为新兴阶级而住 所以是一个传统没有的 这个你如果有对于历来的革命或世界各地的革命有点研究的话 那些人大概有变远的人居多 就是他不是附属在一个传统的阶级里面 这些领导者特别是 第二呢 是我们从前一个历史的经济结构产生的 并且要代表这个结构发展的每一个主要的社会团体都会发现 已经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范畴 这些似乎代表了历史的延续性 没有被复杂和更激进的政治跟社会变迁所中断 他说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 但是讲的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社会上具有知识分子的功能 如果知识分子的界定是因为有知识 那现在很多人都大学毕业了 那知识分子人都是啊 可是有多少人扮演知识分子的功能 那接下来问题 那显然是 那知识分子的功能是 有的时候批评时政 那批评时政现在有左派右派啊 那哪些人是知识分子 好 那有的是被收买的啊 而任何一个要掌权迈进的团体 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将传统型的知识分子 从意识形态上加以同化别增幅 你怎么去把旧型的知识分 传统型的知识分子 让它了解到新兴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不过这种同化和征服会因为该团体 产生自己的有机型的知识分数 而变得更加快速更有效 所以在历史的实情上面 只要把一个相信旧制度的一个知识分转化 其实很困难 最快的方式就想办法干掉 这是非常残忍的 但是在斯大陆时期 那种大整数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有些知识分子就被整数影响无道理 那在资本主义社会呢 像美国有麦加西时代 对于那种怀疑你是共产党 另外一个人 你看他就很难找到的事情 他不会把你杀 但他就让你工作做 所以在台湾这个白色恐怖时代 也是怀疑你是共产党 或者你是匪谍 你也没工作做 还要被抓去管 所以这个呢 在不同的社会里面 对于这种 跟政权意识形态不合的 都会被受到很大的压迫 甚至牺牲生命 所以有时候读到这段就会觉得很感叹 大概台湾这几十年算是比较好的情况 可是我们一样会没工作做 相对好一点 我们大家不会习生命 走路小心一点 还有健康一点 不要去冷天来运动 等等 然后就算是10月不让你当校长 最后他还是要让你当校长 对吧 所以撑久一点 你就知道了 在不同的程度上发展 知识分子所要透过的重要管道 就是学校 这等一下 我们会讲到阿苏赛也是强调这种 学校的重要性 这个学校一直都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 没有 就算民主时代也是一样 所有的政党都希望透过学校 吸收自己的信徒 这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学校灌输你的道理 有多少是一个正确的知识 有多少是意识形态 其实是很可讨论的 不同国家跟知识分子的功能 别忘了它是很早的时候 虽然是1971年的书 但这种想法 大概都在一战以后 或者一战的时候 教育从涵盖的领域广泛 但同时垂直层次 学校虽然越多的话 该国的文明跟文化 世界就越复杂 像这种太通论的话 没有提供证据 那我们通常在读这种书的时候 常常会去想到证据 然后要不然一个对号如何 要不然说不是对象吗 所以这种话有时候不太有帮助 如果你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这句话的话 帮助真的不大 还有讲到上证结构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公民社会 一个叫政治社会 这个到了阿图塞也是一样 它讲到上层建筑是有两个部分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将上层建筑分成两个部分 在马克思呢 其实没有明确说明这个 我们在谈到马克思1859年的 政治医学批判的续言里面 它要讲树立其上的跟相适应的 所以其上其中有一个是异形态 有一个是政治法律的这种结构 所以有人认为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两层论上人下层 那有的就是两层 但隔间 楼上隔层两间 一间是疫情 那一间是政治法律 那就是现在的这种说法 一部分被称为公民社会 或者常被私领域的有机体的聚合体 一个称为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这个词好像是在 洛克至少那时候就有用到政治社会 所以后来有人就是用公民社会来区分政治社会 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这是一个市民社会的标准 跟政治是另外一个 所以有时候研究社会呢 它们会有几个分法 一种传统的马克思分法 就是你要研究社会的经济 比如说你要研究台湾社会 就有一张指向台湾社会的经济 要研究台湾的政治跟台湾的文化 就政治经济文化 是三个你要研究的对象 那有的就会再把政治分成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跟国家 这边在一个国家叫做Civil State Civil Society就是市民社会 国家叫The State 国家要加The State State加The才叫国家 所以那个就是从这里 它有提到就是两层要区分 那如果只是那种上层下层 它就没有在这些上层就有区分 要这样的理解 那这里说 一个称为政治社会的就是国家 那另外这个就简单称为社会 社会这个 像我们台湾在讲报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会讲社会新闻 非常尴尬的意思 如何翻成英文 不是Social News 现在Social这个字 又说社交媒体 比如说Social Media 可是那个新闻呢 我就看到有的新闻台 就会打出Civil Society这个字 因为我认真地注意到 美国跟欧美、英美的新闻 并没有社会的概念 社会新闻的概念 它有地方新闻 有全国新闻 这有的 但是社会新闻 我们讲的特别是车祸 杀人放火这种事情 对它来讲 它不叫做Social News 我对这里一定很困惑 那我们的新闻观念从哪来 可能从日本来 好 这两个层次呢 就是公民社会跟政治社会 政治社会就是国家 这两个层次 一方面是对应的霸权 霸权的概念是 葛兰西提出来的 但我读完了 这个 《玉中杂记》的选编本 看不出霸权用什么特别界定 特别说明 那霸权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拥有权力 它很恶霸 它讲干什么 那原来权力的意思就是这样 在马克斯韦伯的权力 什么叫做POWER 什么叫PURTICAL POWER 就一个人有权力将自己的意志 加在别人身上 别人没办法反抗 这就叫POWER 那这不就霸权吗 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 你虽然对它很不爽 但是它有那个权力对你 你也没办法回嘴 那不就是一个霸权吗 当然这个有的翻译 这有两种面法 一个叫HEGEMONY 重音放在第二阴间 另外叫HEGEMONY 放在第一阴间 那霸权呢 有时候翻成霸权 有时候翻成主导权 在台湾都翻成霸权 或者有时候叫文化霸权 特别是有些文化团队 是由政府所支持的 就叫文化霸权 在以前国民党时代 那国民党支持的一些文化团体 就会被人家批评说 你看国民党借着文化霸权 控制国内的文化团体 那现在不是也是透过 我给你经费或不给你经费 来支持或者不支持某些人吗 所以在民主国家也是这样 它有一笔钱 要务就是人家淘宝 每个人淘宝很少 要务就是重点支持某几个人 那其他人拿不到 那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批评的 所以回到这里霸权 那到底所谓的 Cultural Hegemony 或Cultural Hegemon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也是 我很大的困扰 本来要弄一张特别讲霸权 发现 它没有讲啊 它没有界定啊 它没有界定啊 好 所以这个霸权功能 这是主导团体用来统律社会国家的工具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用霸权啊 那个在马克思跟恩格斯的说法 政府的国家的功能就是这个 以前我们读三民主义 一定会被说马克思他们说的 马克思恩格斯说的 国家就是一个阶级用来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 那这不就是霸权的概念吗 还需要发明一个名字来讲这个吗 主导团体用来统律社会的工具 他只用统律不用压迫这么强烈的字眼啊 还没说服务啊 这个所以另外一方面 对应着透过国家或者司法的 Juridical 政府部门的直接载制或者命令 透过这个 所以到了下面我们讲的 Archuself就讲得更好 主要问题正是在组织的联系方面 所以你看很多人会觉得 霸权的概念师提出来的格莱西提出来 那格莱西提出来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主导团体用来统律社会的工具 那有时候强调是文化霸权 用文化来接领 所以有一些后来的西方法律主义的 很多观念是很相近的 那这个相近的观念他们用不同的名词来代表 所以有时候有一场会调 因为在马克思观念里面 文化不是很重要的 经济是最重要的 经济搞定了 后面都是附带现象 可是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讲 严格来说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因为马克思认为下定军上 这是它很核心的一个概念 历史文物主义 或不历史文物论 你连核心概念都已经把人家修订了 那你还叫它马克思主义吗 这是我觉得愤愤不平的礼貌 你要说你是马克思主义 以便发挥这些社会霸权 这霸权就是那样的意思 然后政治政府的成熟功能 sub-altern function sub-altern就是在所谓的殖民研究里面 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就是那些被统治被殖民的人 就是sub-altern 成熟的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翻译是什么 那以前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 sub就是次的 那altern是什么 老吗 就发现不是 不是那个老 就是成熟的 被取误 好 那我们挑到这边说 在近代社会中我们所了解之后 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扩张 那时候呢 很多人还不识字 别忘了 有20初期 二次大战以后 所谓的世界各个国家现代化以后 市值率再大幅提升 那以前没有 好 那都市型跟这个乡村型知识分子 他有这样子的论述 后面有一个比较是不是 政党跟知识分子的关系在这里 这里有点交的表 传统型和有机型 就不是城市跟乡村 比较相互呢 他第一个就是这样 传统型呢 是属于几个阶级空隙之间的阶级 interclass 在class之间 他不属于上阵 也不属于下阵 所以比较接近 卡尔玛特所说的 free floating 没有隶属在某个阶级 这是传统型 有机型呢 是某一个阶级中间 他不是在阶级之间 在某个阶级中间 主导思考的未来方向的一群人 这当然隐含的就是无产阶级中的这些人 然后这个人是谁呢 这也就包含他们自己 且这些文章的人都是有机型知识分子 不是吃有机蔬菜 那个传统型刚刚有讲文学家 哲鱼家 艺术家 有机型的是小和中等地主布尔乔尔的 这个小和中等都市布尔乔尔的这些都是有文化素养 有传统文化素养 但他的想法不是传统型 他的想法是要为这些阶级服务 所以变得有机型 就是你跟我是朋友啦 所以我当然是讲你好听话啦 那你跟我不是朋友 那我干嘛说你是好人呢 类似这样的 另外一个他有本书叫Modern Prince Modern Prince是要继承在意大利的思想史上 一个重要的人叫马基维利 或者看成马基亚维利 看你要把它怎么拼出来 这Machiavelli Machiavelli认为他写的《君王论》那本书 有些看成《君主论》 就是看那个王上要一点就不要一点 如果你有生日点个蜡烛就是主 对吧 你没有生日就是个王 简单说 这是开玩笑的说法 那他觉得最有名的例子 句子就是说 当一个君王是你要被人家 不要敬畏被人家害怕 想到每个群人发抖了 不要被人家敬畏爱戴 不要做一个被人民爱戴的君主 那是没有用的 马基维利讲的这个 所以有人认为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书 叫做《改变历史》的书 就把马基维利的君王 跟韩非子拿来对照 就跟法家的这种 统治者啊王啊 要重视术 要重视事 要重视法 有三种 这事就是形式的事 术是这个 这要怎么讲 是艺术那个术 就是重视权谋 然后重视法呢 是要定定严苛的法律 那《Modern Prince》呢 就说那谁是现代的这种君王 当然在那个时代 专制制度都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了 至少就算保留着也没有实权 那谁是《Modern Prince》 就是政党 那谁是这个政党 就是共产党 所以各地的共产党 在当时很有理想的时候 就告诉全世界说 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人 其实我们就是当代的领导人 就是《Modern Prince》 所以政党是这样的 他们现代君王也是神话的君王 他不可能是真正的人 所以像法人 不是真正的人 或确定的个体 他只能是一个有机体 一个复杂的社会要素 在这个社会中呢 集体意志已经得到成员 并在行动中展示威力 这个行动当然是革命行动 开始呈现具体的行动 那就是政党 第一颗细胞 但是其中包含着普遍的 跟完整的集体意志的萌芽 这个集体意志呢 是如说在这个社会契约论这本书 在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提到的 这个叫总体意志 或者有的翻译集体意志 叫voluntation 叫general will 一般翻译英文 所以有的翻译总体意志 那总体跟集体在意义上是一样的 所以是集体意志的表现 所以国家的领袖 在当时认为也是集体意志的展现 不像现在 统治者是经过投票 那你展现的不少 你展现的是多数人对你的支持 那甚至你票数很少的时候 你还说老百姓跟不上 那怎么是呢 在传统时集体意志的表现 那个全票对老百姓集体意志 他他跟不上 是你自己违背的民意 所以如果按照那个就这样解释 所以集体意志的同意 就是这个政党 这个政党当然指的是共产党 全世界的共产党不是集体内 而共产党基本上是没有国界 因为有国界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这个商人无国界 商人无祖国 祖国就是一个国界 那共产党基本上是没有祖国 它是要解放全人类 所以有祖国在那个意义下 是不好的 全世界都要被解放 所以不是只有公人解放 公人解放就意味着全人类要被解放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才有国际哥 然后当一个苏联最早 所以他就是所有共产党世界的老大哥 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 完全跟马克思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就各国共产党就起来了 所以共产党就有了国界 那跟上任无祖国的情况就不太一样 共产党是有祖国的 所以现在当时共产党都要要求热爱祖国 没有说我们要热爱国际 这个说法没有 所以你看到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在当初 前面说过新君主论的主要人物 在现在不可能是个人英雄 只可能是政党 是一个团体 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 按照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内部关系 建立一个新型国家为明确目标的政党 所以这些政党 因为当时共产党当起来都没有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他们的这些政党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二十大战以后都实现了 然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又都垮了 垮了一大堆 所以这是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到 而政党是为了这个目标 合理并且合乎历史规律的结断起来 这被告诉你 共产党成立是合乎历史规范 那共产党的失败呢 这就很尴尬 如果你要按照这么说吧 当然这些人都是在起头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理想 被付出实践的时候 那跟实际 跟理想多大差距 这都这些人没有看到 现代君主必须 而且只能是精神跟道德改革的 倡导者跟组织者 因此也意味着 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持续发展 集体意志又出现了 向着实践更高级完整的 现代文明创建 这都是很高原的理想 所有的政党的 共产党的创始人 跟其他的思想创始人 当初对人类都有很高很高的期待 这个是在有些人认为 这就叫启蒙运动的计划 人有无限的完美性 所以人可以透过理性的思考 创造这样 那共产党也是在当时的这种氛围下面 受到这个影响 他说经济上和道德上改革 必须同经济改革当里发生联系 其实如果根据最简单的马克思说法 你要把经济搞好了 上升不就搞好吗 这是联动的 你为什么说必须同时 你会这样强调 实际上经济改革当里 正是精神当里的自我体现跟具体方式 那你说这话干什么问题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简单的想法 就是经济下去决定商场 这对很多人来讲 是很不需要不政治名的东西 他们却要一直在讲这个 是为什么 其实当时共产党出现的时候 资本主义都还是在很浅一点 所以你要反对资本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 是以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的模型 可是英国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 英国总派的学者非常多 总派的历史家也非常多 可是革命从来都没有在英国发生 这是非常搞笑的事情 或者非常调语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讲要搞笑的话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原来是用德文在伦敦发表 显然不是要给英国人听 是要给德国人听 把那个武汉党宣很快就翻成英文 也没在英国的一般老百姓中生根 所以要不就英国的社会 没有像马克思讲的那么不可忍受 要不英国工人也有超强的耐力 要不马克思根本就错了 这有几种可能性 这是你纯从学术上的探讨的 还要正确地评价马克恩各自的贡献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赞成的 我自己也在我的小书里面 实践哲学我刚刚说过了 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讲马克思主义 它叫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两位创始人 当然就是马克思跟恩各自的贡献 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两个诗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很多人这两个诗就随便写 这个马克思诗也就把这诗调过来 恩各自的诗就把恩跟诗两个很像 就把它调过去 我每次学习的报告我只要注意到 我都把它画回来 很多学生跟我说老师 这个台湾出书就写马克思 我说哎呀 这个诗意思比较好啊 这个拼马还能够想啊 叫马克思啊 这样 我们中文人在翻译的时候 尽量把它弄得联雅一点 也弄得有深度一点 马克思就是最主要思想家的诗 恩各自长得像王又不是真的吗 就是这个恩 好 以上说法纯属的我个人猜测 当其中的一位根据他们相互一致提出一个论断时 这个论断就在那个问题上才有效 即使其中一位为另外一位著作写了几章 你看他讲的都含虚啊 其中一位另外著作写几章 就是恩各自替马克思写了一些书 因为恩各自的英文比马克思好 所以在他们答应纽约美日先锋报 断稿的时候 马克思有时候来不及写 就恩各自帮他写用马克思的名字发表 这事情不太稀奇 因为在中国那时候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叫瞿修白 他的文章好像是用鲁迅的名字发表 其实是瞿修白的 是怎么样 我忘了 其实有个类似的事情 就是作者不是那个作者 那因为瞿修白被国民党通缉 他不能用他的名字写文章 人家稿费给他的爱业就有问题 所以就只好找一个好朋友 就借人头嘛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被借人头的人也没说那文章是我的呀 也没特别那样 所以也还有一个道义存在 所以后来写文章就考证这个事情 所以呢 其中一位为另外一位做协议章 这个事实也不能够被 不应该被看成是他们完全一致产物的绝对理由 不必低估第二位 就是恩格斯的贡献 但也不必把第二位跟第一位等同起来 就每个人应该有他各自的地位 这我完全赞同 也不应该认为 恩格斯到归足于马克思一切的东西都是绝对真实的 有时候只是客气 没有渗透任何其他东西 这我都完全完全赞成 当然恩格斯证明在作证中是独一无二的 无私的 没有个人虚心的 但问题并不在这里 这也不是一个怀疑恩格斯在科学上绝对诚实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恩格斯并不是马克思 如果人们要知道马克思 就必须首先在他的真正著作中 从那些由他直接负责发表的作用去寻找 而这些观察可以得出相关于某些现场的作用 方法的告诫我完全赞成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太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的区别 甚至把所有的贡献都归于马克思一个人 就是恩格斯美女伟大 恩格斯自己也曾经牵称 在他们的合作里面 他就担任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负手 他说如果马克思没有我 他一样写出来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很客气的话 因为像《自然辩论法》 像这些书马克思就不会写了 《家庭私有自去国家》 《起源》这种书马克思也不会写了 马克思后来专心的 是在写他的资本论 然后前期又在跟别人论战 滑了很多我们觉得 从我现在的立场来看 他浪费了很多时间 没有专注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 好,这以上呢是葛兰西的部分 其实我们只讲到知识分子的部分 还有少数讲到实证哲学的部分 接下来是要讲阿图塞 这是讲阿图塞 他是比较 算20世纪初期的 到90年代过时的 他死了 他后来很惨 因为发疯了 把太太给杀了 那真的是蛮悲惨的 可是呢 他的学术呢 就没有人从背后 从这后面的故事去推他的学术的问题 他的两本著名的著作 一本叫《读资本论》 《读资本论》 当时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跟一个叫《巴利把人》 这是英语本 这是最早的大陆一本 这个大陆一本呢 后来也有别的 再重新出 然后还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宝贵马克思》 《四个马克思》 不是《四个马克思》 是《四》 《四》 《四》就是保卫或赞成的意思 这是这样的 那这是台湾 当时90年代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非常的热衷 就有翻译 这个翻译当然不是台湾人翻译的 这是大陆学的翻译 因为大陆那时候的经济状况比较差 就让大陆人翻译给他们一些补助 那时候台币补出他一千字 就算是六百块钱 那对他们当时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 现在可能要反过来 大陆可能要补助了 像王朱这也很多钱 这保卫马克思 这也是啥的 另外他还有一本叫《列宁哲学》 这是中意本 我就没把英语本带下来 这是他的后来所写的《传记》 这是他的被关到健身边缘以后 专的《Future last of a long time》 后来我记得 我有买到一本中意本的传记 但是到底放在学校 还放在家里 放在学校的话 显然不放在我预定的格子里面 所以就没有找到那本书 放在家的话 那就更不知道在哪里了 好 所以这是阿卓塞 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点的那个 然后他最有名的文章 是这篇文章 叫《疫情态与疫情态国家机器》 英文叫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因为疫情态国家机器 这个字太长了 在英文 中文其实也很长 所以他后来就简称 叫做I-S-A 意识态国家机器 就用I-S-A 等一下我告诉你 它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压迫型的国家机器 那个叫做R-S-A R-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这个机器呢 Apparatuses呢 大陆有翻成工具 所以翻成台湾的习惯用 有的时候就把那工具呢 就集体 就换成机器两个字 所以这是一篇1970年代的一个文章 他有提到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这基本上是从恩格斯的话里面来的 马克斯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用这个名字 但也这样的意思 而我的想法简要来说 就是要假定每一个社会行购 你看 这里叫Social Formation 所以他不会说Social Structure 他不会说Social Group 他不会说Social World 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谈到社会这个词的时候 用的都是Social Formation 至少翻成英文的时候 是Social Formation 所以我说你常看到他们 怎么用一个字来代表 这个emergence所谓的 存在的基础 或者这个是存在的基础吧 或者什么 存在的什么的时候 都用的那个字也会不一样 它源自于主要的生产方式 这是马克思的用字 Modal Production 可以说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 生产过程开始纳入生产力 因为马克思对于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 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那他这样说吧 也是一个特别是生产过程 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了解 是一个问题 但很多人就认为 马克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马克思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寒悔的 由此可见 为了要能够生存 每一个社会形构 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 再生产的条件 以便能够生产 于是必须再生产 第一个生产力 第二个现存的生产关系 那这个跟马克思说法 差别不是很大 第二个他说 每一个人 包括以国家会计 建厂的布尔乔雅经济学家 为什么叫国家会计 这个到现在为止 太多了 或是近代总体经济的理论家 现在都认知到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 很少人读第二卷 他们都读第一卷 就已经不行了 还要读第二卷 所以他很特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 曾经强力的证明过 没有生产 不是遵循着物质条件的再生产 生产方式的再生产 怎么样 这可以是公投题目吧 没有什么不是什么 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就是什么 生产都是遵循着物质条件的再生产 也就是生产方式再生产 OK 双手否定就是肯定 然后基数的就是还是否定 你只要变技术最好 当然更厉害是技术2号3号 或2块3号之类 好 那劳动力再生产 这个也基本上都还符合 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还符合经济社会学的一些说法 或者马克思主义派的经济社会学的说法 好 如何保障劳动力能够再生产呢 透过让劳动力富有的物质方式 便借此再生产自己 讲他半天 这句话最新的 透过工资啊 给他钱嘛 要给他多少钱呢 这问题就在这里了 所以就算不是共产主义国家 都有基本工资的概念 就要给他这点钱 那这基本工资又跟你的平均生活水准有关 所以呢 政府在补助平民的时候 就要看你的薪水有没有达到那条线 那条线是人为化的那条线 你们的全家总 所有的全家的所有人的收入 有没有超过那个标准 那是接下来我 这个讲到这个 换句话说学校 也就是包括其他的国家制度 例如教会 那是法国人 所以这个法国是天主要是国教 像我们其他国家就没有 就像我们东方这样 像中国和台湾就没有这个问题 教会 或其他工具 所以这类工具就是疫情来国家机器的机器 那他们因为这个工具这个字 这不知道是我翻译的还是 我应该是我翻译的 自己翻译的 而这种工具呢 像军队就教导的这些技术 know-how 但是呢是以这个保证臣服的统治形态 或是掌握其实践的形式 会做一样翻译 跟当时这个西方马克思主席 在台湾盛景 是因为台湾那时候 刚好解研 很多人都有在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下的这种经验 然后学校呢是受到 教学内容受到国民党的控制 还有这个统治的意义 但是这种控制呢 坦白说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沉默的意义 你就认为 只要那里就不讲话了 他就听我的 你完全不知道 这样不讲话只是在忍受的 等到哪一天自由了 他就跟你不一样 不然话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说国民党时代不准人家想 独立的问题 台湾独立的问题 那为什么后来有这些独派 独派不是在检验过的出生 那很多人以前还是国民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压制不住的 我觉得压制不如苏党 你让他讲又能怎样 现在统独都可以在台湾谈 统独或者你还有其他重点都可以在台湾谈 那你看这社会会怎样 也没有特别怎么样 好 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透露出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仅是其技巧的再生产 劳动技巧 而且也臣服于统治阶级形态 或者该意识形态实践的再生产 你要怎么再去实践这种形态 不过有一个但书 光说不仅而且是不够的 不仅而且是not only but also 就是both and least 因为很清楚的是 在异形态臣服的形式下和形式中 才能够提供生产力技巧的再生产 意思是说你不要让他搞怪 疫情态上你要控制好他听你的才能够有松产力的再生产 是这样讲的 那下层结构在这里出现 因为在马克思我们说过 我只有讲到basis或德文的basis 那是有super structure 是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回过头来再发明的字 意思是一样 但是他原来没有用到这样的字 我认为 而且呢 这个论理也只是重复历史文论注明的 我认为 马克思构思每一个社会是有层次level 马克思没有用这样的话 这是他的理解 或者领域 这个领域 中文翻译的领域是真的有一点牵强 因为他是不知道法文是什么字 反正英文是instance instance我们是比较常学到是群义的例子 那这不叫领域呢 你知道吗 可是为了配合这个 可能讲领域比较好 因为讲instance 你就不知道说例子 那怎么翻译呢 就好像觉得有格格不入在整个上下文上面 并且透过特殊的决定关系价格 下室结构或者经济基础 话号生产力生产关系整理 这是没有错的 法文是这么说的 以及下层 上层结构 这应该是上层 这个第二个应该改成上层结构 本身又包含了两个层次或者领域 就是level和instance 然后政治法律呢 就是法律跟国家 和意识形态呢 不同的意识形态 宗教伦理法律政治等形态 所以这里呢 就把上层切割成 分割成两个部分 好的 接下来新闻中有效性指标 他特别谈到index of effectivity 这马克思绝对没有一个个字 往往变成是决定的同意字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字 这是什么不好呢 你一定要说它是一个有效性指标 听起来很容易是另外一个意思 譬如一百三十五页地下 假定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这个法是在恩格斯经常出现的 跟马克思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归根结底这个有效性指标 上层结构的楼层很明显的被赋予不同的有效性指标 那如果有效性指标是决定 那怎么弄 不太对啊 假定归根结底是这个决定 上层结构的决定很明显对不同的 上层结构的楼层很明显不同的 决定 应该是被决定 所以有时候我读文章 不太能够理解 可是这不重要 因为它的最后的观点是很清楚的 它说还是有效性指标 在我看来现在可能也必须要用别的方式加以在线 在线就是representation 有的翻译成表现 请注意 我并不是意味着我要据斥这古典的隐喻 这个隐喻本身要求我们去超越它 我并不是要超越它以便据斥它过时的 我只想企图思考它用这种描述形式到底给我们什么 我的基本论点是我们不可能从再生产的角度之外 来讨论这个问题 并且加以在哪 这个很清楚 就是再生产的最重要 接下来谈国家 the state 别忘了 state加上the才是国家的意思 不然state的时候是状态的意思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严格的 在共产党宣言以及5月18日 以其他的晚期的经典做到这个期子打算 特别是马克思理论的巴黎公社和列宁论 国家与革命理论 这是列宁论 还有我们一篇文章 也是一本小书了 国家都被清楚地构想成是压制的工具 我刚刚讲过 是一个阶级用来剥削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 这工具就是apparatus 后来变成国家机器的机器 国家是压制的机器machine 所以原来apparatus跟machine是有区别的 但是也是同意字 虽然用词不同 方便统治阶级 也就是十有十一的布尔乔尔阶级跟大地主阶级 确保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载制 因此确保前者透过剩余价值的诈取 臣服后者 这个剩余价值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相信的 觉得工人付出了劳力度 应该得到很多东西 就是资本家只给他部分 然后把剩余的工人的部分都自己拿去了 所以是榨取 这榨是压榨 压榨取得工人的剩余价值 但是那个到底是不是工人的剩余价值 其实在经济上是有讨论的 你觉得说你资本家没做事 资本家要承担风险 要承担成本 要承担固定成本 流动成本 等等等等等等 那个真的是 一个工人所想象不到的 那他吃不这么多是个问题 但是 你就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工作 他在外面喝酒 那喝酒就是他的工作 为了找到更多的工作 这我上次也说过 好 那首先 国家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 所谓的国家工具 state apparatus 所以后来两个区分子 在国家工具或国家机器前面 加了一个形容词 什么叫国家工具呢 这个词的意思是 不仅是我已经确认过的 相对于法律实践需求的 专门的工具的存在 法律也是一种工具 这个法律工具存在有极必要性 包括什么 警察 法庭 监狱 所有的 就算共产主义国家 也有警察 法庭 监狱 这个不因这个 这个政治制度而有区别 而且还包括 法归根结底 会直接介入成为 辅助性压制力量的军队 特别是当警察跟特殊的后援部队 无法控制场面时 在这些组合之上是国家的领头 政府跟行政单位 像美国在世卫游行的时候通常是由警方来管理 一旦世卫游行失控或者太过长久 会起国家民兵介入 或者包括在灾难的时候 为维持社会秩序 美国的国民兵就会出现 所以跟这个讲法是一样的 可是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压制性的国家机器 等一下 对 首先让我澄清一点 国家以及其作为工具的存在 只有在作为国家权力 就是state power的功能时才具有意义 因为它能够展现它的力量 在有些抗議的时候 像那时候摆服帽的时候 就说 国家是什么 国家暴力 警察使用国家暴力 警察就是对他来讲 就是维护国家秩序 整个是暴力 那都是合法使用的 是你非法再用 对他来看 那抗议人就认为你是国家暴力 所以警察很苦 拿钱不算太多 但是要承担的这种压力 是很大的 两边都给他压力 他就被夹在中间 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回绕着国家打转 他说我的意思是说 环绕着占有 这应该就是占有 包括权力 包括财富吧 国家权力 是被某一个阶级 或者阶级之间的联盟 或者阶级中的集团所夺取 或者保存 某个阶级才有 这种首要的澄清 让我区分 一方面是国家权力 给国家权力保存 或者是国家权力夺取 另外一边是阶级斗争的目的 以及另外一方面是国家工具 这话讲的都不如这个 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席的国家理解数一下 马克思主席的经典著作经常宣称 一 国家是压制性的国家工具 二 国家权力跟国家工具必须区分 三 阶级多数目的 目标与国家权力有关 结构也和阶级使用国家权力有关 第四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权力 以便摧毁现存的布尔乔亚阶级的 布尔乔亚国家工具 无产阶级要以夺取权力来摧毁布尔乔亚 所以会选革命 在一开始 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工具 加以取代 然后再经过一个激烈的过程 以及国家的毁灭 就是国家权力的终结 以及每个国家的工具的终结 这个话呢是在恩格斯的著作里面出现的 恩格斯有讲到 国家最后的功能会萎缩掉 可是这个萎缩这两个字呢 就会被误解或误翻译成国家衰亡 就没有国家 其实不是 因为在你认真看恩格斯的上下文 他就说 国家的功能 也是有点像鲁帕奇那个历史文物论功能的转捩 国家的功能在资本主义时代 是用来压迫另外一阶级的工具 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 国家就是用来管理事物 这个在英文里面的表述 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那国家功能从 the ruling of people 管理人 或者治理人 到administration of things 对事物的管理 就像以前五度三民主义 就说孙中三民认为 政是众人之事 治是管理 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这句话 如果我猜得没错 就脱胎于恩格斯这样的想法 就政治在也不是管理人的事情 政治是管理事物 就administration of things 那这个思想也不是恩格斯首创 据有些研究人认为 这个思想是从圣西蒙来的 认为未来的社会 是一个类似我们现在所谓服务型的社会 只把事情弄得让你觉得很通顺 并没有权力要压迫 所以国家就不是压迫 但这都是知识分子在当时想出来的 共产主义也希望能够把国家造成这样 然后希望资产阶级的国家 是压迫工具 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一点 把它彻底摧毁 然后接下来就过好日子 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逗争 这不是像伦海奇说的 这个无穷之尽的 不是 好 所以这段是他讲到马克思维的要点 基本上也算是 来这里呢 要提到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 或者有时候叫意识形态国家工具 这一个国家机器是他把原来的顺序倒装一下 这个差别是不大 而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维的国家理论 毕竟要区分国家权力跟国家工具 同时也要区分另外一个事实 明显的是在压制的国家工具 可是却不可以跟它困扰 我们要把这种现实的概念称为意识形态国家工具 回到这里来使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标题跟内文基本上是互换 可以互换 在马克思维的理论里面 国家工具 SA state apparatus 包括了政府 行政单位 军队 警察法院 监狱等等 构成了后来称之为 压制性的国家工具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这个被引用的相对而然非常的少 因为这个大家都大概都了解 被引用最多的是疫情态国家机器工具 正面我就又画了一个表 你上课上到今天 你应该知道孙老师超级爱画表 然后这表都是我自己画的 这不是原来有的啊 原来有的那抄的就不是功夫了 以前我们的老师就说 你要学习画表 是你把思想整理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因为有的人在写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类似的想法 不一定有那么清楚的想法 你用画表的方式就把想法表示出来 压制性工具 举例就是国家行政单位 军队警察法院经理都刚刚说过 疫情态国家机器呢 就是宗教的 特别我这个都从政文里来 所以像教会 教育的就是学校 家庭的 那这个法律跟这边 这个法律呢 也算是疫情态国家机器 政治的政党 报纸 其他文化事业 那现在当然媒体一定算是 所以什么 杨广军 那个真的你不必惊讶 根据喜马法师主义的观点 没有国家不养网军的 那是另外一个疫情态国家机器 共产主义国家会做 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会做 什么都会做这样子 所以有网军之一也都不行 没有网军才奇怪 你该这样想 数量呢 压制性国家机 通常有一个 疫情态国家机 有很多个 然后呢 这个压制性国家机 在公共领域 疫情态国家机 在私人领域 你好像看的是 你自己觉得没有人会监视 现在这种数位化社会 你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你只要是列入记录 你大概就是人家要看 跟不要看而已 要抓你跟不要抓你而已 你真的做错事情很容易抓到 像脸部辨识戏 对吧 有名的新闻嘛 就是讲张学友的演唱会啊 每次演唱会都会抓到通緝犯啊 连通緝犯都喜欢张学友的歌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 所以通緝犯就是买票参加 然后被连通緝犯出来 然后司法单位就抓人啊 啊 这在哪呢 这在香港 那台湾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 就是说没有人权的问题啊 我们有时候提到人权 政府就会退缩啊 嗯 这是很有趣的啊 是那个 我看过一个英国 英国BBC节目 他这个节目报道用意 真的不是太夸奖啊 那中国大陆显然误解了 认为这是一个夸奖 他就讲到中国大陆的那个 警方在各地部的那个 监视器 那他还不看台湾的 台湾一个里长 有多少监视器啊 反正我觉得有时候记者有偏见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个 他就不觉得台湾有类似的 然后他就模拟一个人犯罪 然后这个人在二十分钟之内 就被警方透过各种监视器 都把他抓到 警方 我们台湾警方 常常也是靠监视器啊 我们的监视器更多啊 然后我们有时候是强调人权 不是吗 啊 那么大陆至少没有那么强调人权啊 他强调人权是为老百姓的平安 为了其他人的这个 你应该犯罪 我当然觉得要剥夺你的权利啊 我们在台湾常常不是这样想的啊 所以在台湾也 也靠监视器啊 以前 监视器还不是那么流行的时候 那叫白米炸弹客 叫杨卢门 白米炸弹客 他现在后来被 等于说 因为他用心良战 是为了这个 农民发声 所以就没有对他太严厉 他就摆炸弹啊 就是要提 要警觉到他的这个农业 政府对农业来 那你在农委会摆炸弹就好了 你要找我们其他陌生人干过 我对这个事情 还是有点 有点 不能接受 你干嘛拿我们一般人 绑架我们一般人去 叫政府要办 有一个报仇的时候 因为报仇有仇报仇 他还好 但是炸弹都没爆炸 他万一跟爆炸怎么办 到时候人家看到是 你要诉求的主题 还是你伤害到乌乌的人 你觉得政府伤害到农民 你就应该用别的管道 去跟政府反应 别人管他不行 你也不用炸弹 对吧 所以台湾社会有时候就这样 哎呀 你动机良善 我们就不理你 其他可怜的人就随便 只有老百姓帮你 上次不是一个孝子 因为恍神 早上送货 撞了四台咖喱 说大概要赔几千万什么的 二十几个人就联名 就要帮他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后来这个新闻怎么样 好 那接下来呢 压制型国家机器是主要靠武力 四要是靠疫情态 那正式反过来 然后呢 当然至于是恩威并济 传终说吧 或者更传终说 敬酒不是吃罚酒 敬酒就是跟你讲好用话 就是让你了解到 罚酒说你真不定是吧 那我就来硬着 一个 这个也不应该算是很好的例子 这个都发局长 台北市都发局长今天下台 他就是在脸上很不爽 说他被七次 明示暗示叫他下台 那明示暗示叫他下台 那明示暗示叫他下台 最后终于就绝对没死去 那这个是 到底是地影还软 明示暗示应该是软的 他为市长着想 就是你像上车 你说杨市长这些得票很少 啊 可能是这样说的 谁知道 这都是猜测的 最后历史 古代社会到专制王权时代 都只有预压进国家机器 前资本主义时期 主要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是教会 啊 因为是西方了啊 啊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主要 主要的意识形态国家工具 是学校 啊 那共产主义 那共产主义 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什么 那么一起 反正大陆共产主义时代 就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啊 这也是 你批评别人很容易 如果这事情 反思到你自己所组上的东西 难道 大陆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就不需要国家机器了 工具国家机器了 如果需要 那又是一个什么形态 如果需要 这跟资本主义 或全资本主义 有什么关系呢 这常常思想家 在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上 常常使不上力 批评别人的都 都批评得很好 或甚至很对 回到自己 就 牙口变了 知道吗 这到处都一样 好 那用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工具掌握国家权力 如果没有同时 运用国家意识形态 工具的霸权 没有阶级 可以长期掌握国家权力 现在就是 你没有网络声量 你大概很难得到什么 这个在台湾这几年 包括北国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养网军 或者什么五毛党 就是希望造成一个形式 表示很多人支持这种民潮 很多人支持这样的候选人 那就可以掌握权力了 好 论生产关系再生产 刚刚那个已经是 如果确保生产关系 可以再生产 大部分来说 就透过国家权力 在国家工具中的 运用 确保的 一方面是压制行为 一方面的疫情态 疫情态 就是说疫情态 告诉你 这些人 什么样的人 是该这样的 那就可以确保生产关系再生产了 我觉得这个分析 有点太多粗略了 简单来讲 你知道我们现在社会学里面都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几百年来 国家的权力 常常掌握在其他家族手中 不同的国家都一样 我上次有介绍过一本书叫 去日又东升 他那个sons 太阳 还是一位 可是这本书的 复仇者书的sons 是儿子 就是说你老子行 你儿子 基本上 富二代 或者官二代 或者政二代 或者什么二代 大家都可以 继承那个财产 就是 再生产 这样的阶级复制 这样的关系 那这关系 到底透过 国家机器 还是透过疫情态 国家机器 我觉得这里解释 其实可能就有一点差别 它可能透过的是 商业的运转模式 像这些人拥有所有的权 它有什么股票的权 然后有一些 律师啊 会计师啊 给房安截税啊 所以他们就可以 确保这个 自己的财产 不会 不会损失掉 那有的是公司会垮啊 老板不会流落街头啊 那有的还把公司的钱 转到私人的户头里 然后公司垮了 私人 过好日子去了 或者把公司换个名目啊 然后 员工惨 惨啊 老板 不会跟你有一任的影响 他只要宣告破产 公司破产 他没事 所以你这气到 有人会找黑道去 找人算上去 这是没道理的 而且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这当然绝对违法 那你让我活不下去 我干嘛让你活下去 如果根据这个逻辑 如果国家又不能够给你一个 你能够信服的正义 那你想 那除了这种最原始的报复之外 你还什么都可走 所以有时候想想也是 哎 怎么叹息 说这个法律 并没有保障 这个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有钱跟有权的人 保障似乎多一点 好 那说所有的国家工具都透过镇压 或是透过意识形态而言之后 他讲这个的时候 想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好的历史 都是不好的历史 其中的差异是压制性国家工具 主要是靠镇压 意识形态国家机制是靠意识形态 意思就是软硬兼施 恩威并己 简单讲是这样的 那如果透过意识形态 你工作好 他就把你收纳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或主导阶级的一部分 你工作差就尽量打击你 那变成这个社会的下层 那国家工具呢 构成一个组织整体 不同的部分都集中在八号势令的能力之下 而占有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 所应用的阶级斗争的政治 而历史上的国家机制是多元的 有特性的 相对自主的 而且能够提供一个矛盾的 客观领域 这个领域在有限的或极端形态 表现出资产阶级和互产阶级 斗争分裂的结果 及复出的形式 这个概念有时候不太有 不太能够马上理解 但是你大概可以抓到这样的意思 从别的例子来讲 他说 为什么教育工具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行动中的主要 他又是如何运作的 这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应该知道 尤其我们都应该念到这个阶段 所有行动的国家机制 不管它是什么 都会导致同样的关系 生产关系再生产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说的更白话一点 富者很富 穷者很穷 绝不可能单身 当然这是说的很极端 因为大部分的社会 那种生产或复制 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生产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复制 不是百分之百的再生产 不可能的 他的比例如果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你就知道别的机会有 但是不要忙 比起这些富二代官二代有权的有钱的人 比较起来 其他我也不要说了 这个是太细了 他说 事实上教会已经被学校取代 教会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 成为主导人形态国家工具的角色 他和家庭结盟 如同教会一度成的家庭结盟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 这个同志投票的互加盟 跟那个什么 教会 或者其他宗教团体 就是反对同志家庭的事情 你不觉得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讲的不是那个 但这句话好像很适合这样的解释 那现在 学校的作用相对而言也不大了 我觉得现在网络的作用很大 一些社交媒体 群的可能能给影响 所以大部分的社会运动 现在是先在 那个网络上 做意识形态的工作 让你相信 或去了解这方面 然后再去实行运动 那 意识形态这个名字 他说意识形态的历史 是有一个叫喀巴尼斯跟迪崔西的人 迪崔西听起来像迪克崔西 这个美国的侦探 跟他们朋友创用的 他原来只是把思想起源的理论 当成研究对象 原来这字没什么不好的意思 50年后 当马斯再用这个词语的时候 他赋予他完全不同的意思 甚至他早期作品之中 在这里就堆持形态了 他在这里的意识形态是 宰致一个人 或者一个社会群的思想的 或在线的系统 所以这个想法到 后来并没有太大谋变 所以从一个本来是中性的名词 变成一个马云的话 绝对不会讲 你自己绝对不会讲 你自己绝对这样的意识形态 一定是你讨厌的人想法的意识形态 那后来在社会政治科学里面 就叫Political identity 特别区分 这是一个政治形态 你相信民主 相信什么 都是一个政治的意识形态 然后这边有一些话 这光看是很奇特的 意思形态没有历史 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理论计划 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理论 不管它们都表达它的阶级立场 意思是说 意识形态是阶级立场的展现 那阶级立场的展现 不就是经济地位的展现吗 所以这个就下层决定上层了 所以这话只是一个不同的说法而已 那他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又在做一个诠释 他说对马克思来讲 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拼贴 Bricolage这个字呢最早是后现代的时候出现的 就叫拼贴 好 那这英文它是Assemblage 这个在后现代的时候 他们就用了这个法轮 就不用英文 就没有Assemblage 这里显然是在早期后现代出现的 在翻译上面 它一种纯粹的梦想 空想而且是图牢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 曾经说过 特别在共产党宣言 说人家空想的 或是梦想的 空想的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 他有一本书叫 社会主义从空想的到科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其他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的 而从唯一充实的 而且正面的现实中的 白日蚕鱼 这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可能有一个典故 所构成的 是由具体的物质人 在具体生产他们的存在时 所创造的具体的历史 讲的每个字都懂 真的不太知道具体在之什么 而且还讲具体的历史 在这个基础上 德意识形态 上说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那句话不是阿图塞说的 当然有人翻到阿尔杜塞 那就把每个音都翻译出来 因为历史是在意识形态之外 而唯一现存的历史 是具体个人的历史 在这意识形态中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主题 是个纯然否定的命题 因为它有两种意思 意识形态因为是纯然的梦想 所以是空无一物 是个nothing 设法那些熟知权力人所制造 如果不是被分化所异化化 不过那也是一种否定的否定 第二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不是强调说其中没有历史 相反它只是真正历史的 苍白空洞的逆转的反应 而是它没有自己的历史 意识形态是受制于经济影响 好 那他的意识形态官说 我认为可能可以宣称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的历史 ideologies have a history of their own 就是ideologies 观点结底是受到阶级斗争决定 第一个方面 我认为可能是以宣称一般意识形态 ideology in general 是没有历史的 不是否定的意思 但绝对是正经的意思 这话 我们就很难第一次就了解 我们可以用意识形态词来代替一般的意识形态 我说过它是没有历史的 或者同样的说法是永恒的 一直在历史过程中 其不变的形式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意识形态是处于一个不变的状态 好 那还有说意识形态是个人对于其真正存在条件的一个想象关系的再现 这很多一个词对着另外一个词 对着另外一个词 就是一个再现 再现是想象的 不是具体关系 简单讲一讲 所以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幻的 是一种虚假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不是真实的 所以意识形态是骂人的 只有你有一心态 我有这种思想 你有一心态 主题之一就是意识形态 代表个人对于其真实状态的想象关系 这个你坏想啊 我们翻个白号来讲 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你的坏想 或者那是政党的坏想 然后你把政党派想当成实际 而政党到处于什么 就是真心相信嘛 在我们的时代 三民主义统一统一中国 到后来两岸交流以后 就慢慢就不喊 在我们当兵的时候 就一定要喊这个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要喊 喊到好像你要真心相信的 但很多话人真的喊完 你都真心相信 我是当兵以后 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很多想法 都是随便说出来的 然后你就跟着喊 喊完 你千万不要记住 然后现在看到很多人 真心相信 喊完 每个人会记住 或者他觉得他会附送的时候 他会记住 我的年纪够大 我知道这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做法 读书都不一定会产生那样的心动力 你就逼人家读书 说哎呀你读圣仙书啊 让他变圣仙 义形态只有物质性的存在 这个也是 这义形态是物质性的展现啊 原来义形态应该是这样的 义形态竟然存在工具中 而其实践 而在其实践中 这种存在是物质性的 强调这里 只有透过义形态 其实义形态中才会有实践 这个英文字 There is no practice except by and in an ideology 所以ideology 就能够有practice 不可能有 只有透过主体 就为了主体 才会为了 才有意识形态 所以 意识形态起来是 透过主体 跟为了主体 具体什么意思 你要好好想一下 好 还有除非出自主体 会为了主体 跟刚刚一样 否则没有意识形态 就刚刚那句话的重复 意思就是说 除非具体的主体之外 没有意识形态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 只有可能出自主体 也就是说 透过具体的范畴去提供主体 这里面很有趣的 都没讲到经济关系 好 好 主体范畴只是构成 所有的意识形态 以及所有的意识形态 都将具体的个人 构成主体的功能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 人的本质上意识形态中 这句话比较容易想知道 但是想象的 可能跟他的意思不一样 所以所有的意识形态 都呼叫 这个字也是一个 interpolate 这是一个 就是 现在翻译的话 叫召唤 就是一种兽 要召唤兽的人 这样他就会来 都是召唤和呼叫 构成具体的个人 成为具体的主体 意识形态就每天 像魂一样吹着你 中心啊 你要教 知识社会学 要好好教 好好录影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特别的意识形态 犯错的主要功能 所以 大概就这样 你讲很多 你不一定懂 我也不一定懂 但至少 他们 这几个人都花很多时间 在马克思认为不重要的地方 强调他的重要性 特别是疫情态 特别是同文化霸权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马克思有强调了 所以这是这个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部分 当然是初阶的介绍 所以很多地方我也不懂 所以也不在意 Maurice Abouas 这个他不是一个法国的名字 所以我问过一个法文的老师 在柯大时候 我问他怎么念 有人念 阿布瓦西 所以在文化上 阿布瓦西 这个sr就不管了 因为法文确实有很多s 是不管的 但那个法文老师跟我说 h不发音 h不发音 h不发音是真的 然后文化上 哈布瓦西 因为是哈尔文 哈尔文大概就是 德文的一半的意思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德文原文 然后这个Vox 是醒的意思 半情 然后Maurice Maurice 如果是法文的话 所以呢 h不发音应该念阿 然后这个ch 应该翻 N念成k 然后s要发音 就是阿布瓦西 是这样子 这有人要帮我 但我不太确定 现在大家上网 你如果说这个名字 有时候有发音 对 因为爱人的发音 看他怎么念 但他怎么念不表示 这是一直被接受 我也要提醒同学 所以这个怎么念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 拍摄阿布瓦的死是因为 当时我问我那个人 好 那他这个就已经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说到知识社会学到现在 很多人不讲知识社会 就讲集体意义 那集体意义的概念是 他搞红了 那他后面有一些 具体的研究 研究佛陀 研究耶稣的故事 那我在 我的圣哲社会学里面 要讲得更多 所以我就把它的一些 比较总论性的说法拿出来 其实这本叫做 英文单程论集体记忆的 Uncollected Memory书 原来的法文书名是这样 叫记忆的社会架构 好 这个 Le Quatre Social 这是多数的意思 所以是Social De la Memoire Memoire就是记忆 那现在在英文里的Memoire 是备忘录的意思 备忘录当然也是为了 就让你能够记忆了 所以这个法文原来书名 跟后来翻成英文的书名 相去蛮远的 这个一直有 我自己现在在两岸都出了书 这个哪边先出 另外一边就希望书名比较一样 这个看起来像是新书 但有的时候他们希望书名一样 因为已经有些名声了 所以这个每个人考虑不太一样 好 他说集体记忆跟记忆的社会框架 他说在这种意义下 有一种集体记忆 它不是书名不是集体 在内文是有讲到集体记忆 这点啊 还有一种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 这要看我们个别思想受到这些框架 以及参与到记忆的程度 才会有回忆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回忆是参考了某些架构 这是他的说法 第一个他提到梦境 还有提到做梦 在梦境之外做梦之外 做梦是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不要指出在现实中过往 并不如实的反映出现 不是像电影一样 因为他拍的电影 所以每次出现都一样 我们的过去每次出现都会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在准备诈骗社会学的时候 有一个警方问案技巧 里面就特别提到 警方会像疲劳轰炸的不断问你 那件事一直怎么发生 他说如果真实发生 很大的几率 你每次讲的会不太一样 如果你只是背 每次讲的都会讲的一样 因为真实发生 有太多细节 你可能在第一次描述的时候 并不觉得很重要 但是在背着你会没有真的细节 你不在那里 你只有文字的记忆 所以你每次的记忆讲法都一样 这是很有趣的 我读到记忆讲法 哦 下次要到警方那里 当然下次 我上次也没出院 上次就到警方那里去 我得回忆一下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这东西 每次不要太一样 你下次注意一下 身边的朋友 大概讨论到一件 大家都有过的经验 你看每次讲的是一样还是一样 不要聊 不要把这种话 当成死 放住死海间 有时候真不是他人 对 这只是他的一个发现 或他的一个假定 在某个人里来讲 你把它当成真理 或者当成是一个研究的指标 你就常常会对你的研究的对象 就扭曲 好 另外呢 他说我们还必须 记忆的集体框架 并不是极个别记忆的大成而建构 意思说 不是港版的所有人以后 来建构 我们大家说 你看 假说这个 从A到Z都说了这个 那这个 所有的当时发现 就是这个加起来的总数 所以这其实他们相信的 不是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我们在以前说过 就是你相信 所有的 总体的印象 就是所有个体的印象 加起来的东西 那就是方法学上的个人主义 我们讲过 Spencer是这样相信的 这是基层脱而干 他不相信这个东西 这两个互动的是一色 包括像基地主义 包括像个人主义 是不能相提并合的 好 我们举例来讲 这堂课在四五十年后 你们要回忆 孙老师录影这堂课的时候 你们几个人 现在在现场的 还有那个 不在现场修课的人 都被访问到 难道把你们的记忆加起来 就是所有人的记忆吗 不玩意有时候你没出现 我只告诉你 那你要去回忆的时候 没出现的时候 你能讲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你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问题 或者你的记忆将来 看你到时候有没有生病 你自己想法 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他自己说 集体记忆的框架 不是那个人 这是很大的 一个启发 所以比如说你要研究一个 比如说二二八十遍 你去访问了所有现存的人 你所见过的也不是二八十遍的全貌 不是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那现在的研究者很多 不管这个 因为觉得说 哎呀我 他已经是姓存者 他当初被这样子冤枉 这是多么不正义的事啊 我们要回复他们的名誉 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里来看集体记忆 其实不是这样 他们也不是 就是集体记忆 也不是图具形式 而靠别处的集体来延误的 不是 哎呀这记不住 那我从文献上来看 文献上来看 跟个人回忆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差距 古代的文 是指书面的文件 线是指以老 是指人 是指人 所以说文献文献 在公正的时代 是指历史的记载 跟参与那些事情的人 所以你要参考文献 像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的文献 通常就是历史的记载 或者文件上的记载 Document 好 而相反呢 集体的框架 正是集体技术的工具 以建构过往的形式 配合每个时代上的主流思想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 其实每个过去的时代的历史 都是现代史 这是以前一个意大利的历史学家 或者美学家 叫科尔奇的说 所以所有历史都现代史 照他的所法 这样的意思 每个时代都根据这个时代的主流去建构过去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因为要证实革命的成功 所以帝制时代都要一律要做得不好 国民党到了统一中国 就把军霸做得很烂 其实军霸真那么烂 你看到现在演戏 军霸都还是大老出 都是乱七八糟的 其实在真正的记载 有些军霸做制军非常严谨的 那一样 中国大陆开始讲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 1904年以后 那国民党当然都是很坏 才会后来共产革命的成功 然后后来两岸关系整个 缓和一点 国民党的形象就好一点点 就有些好人出现在戏剧的表现 那国民党以前演的共产党的戏 都是坏人吗 还是一样吗 这种做法 就是从这里来看 配合每个时代主要的思潮 然后一旦台湾要跟大陆进入到 和平的关系的时候 两岸的戏剧 开始会有这种和平关系的戏剧 就配合这种 所以集体记忆是这样 而现在台湾对不自己过去的历史 因为转型正义的问题 那转型正义你就要特别彰显不正义的地方 正义地方就进行不要讲了 讲了就尴尬了 你知道吗 很多政治目的是在思想之后 这是集体记忆其实最大的教训 告诉你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这其实是被嘲弄的历史 被主流思潮 或者被当权者 或者有钱的人嘲弄的历史 好 重要关系人跟回忆 所以我们仔细回想 发生在我们师父的记忆 这已经跟大的关系没关 当我们的父母朋友 或其他人帮助我们记忆的时候 我们就会回想几大部分记忆 所以同学会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开同学会 有个同学会的时候呢 可以再把机器机建构起来 然后你要建构机器的几个就是照片 几个点 我们当初参加了舞会 我们的毕业典礼 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 像今年毕业人 今年毕业人可能说 我们上来学习都没有校长 以后来有人校长 我们就是那年毕业了 那这也一个参考点 让你去记忆啊 或者 这不可能说有人四年了 诶 四年毕业 那个吴文学院的动物馆 没盖起来 这是有的 所以将来动物馆盖起来 就说 我那时候毕业书四年之后 这馆都没盖起来 所以重要关系人跟回忆 跟这个有关 比如我年纪大了 将来大家同学会也要把我找来 所以说 我们当初上来的 就是这些录影的那两个 哦 我不可能 我可能都不记得 你们不记得 就是说 那时候你讲什么什么什么 我哪记得那么多 我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不要讲以后的 我们可以说 个人的记忆是受限于 他所属的团体的观念 但是我们也可以肯定 团体记忆实现 或者展现在个人的记忆之中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个人亲近的经验 是别人告诉我们 我们事情是下法的 像历史 我们都不在现场 是下法的 很多新闻节目 新闻事件 我们不在现场 是记者告诉我们的 所以现在人盛行看什么 live 转播 现场直播 就好像觉得 你看到事情 会看到全面 不会的 就算看到画面 你也看不到全面 因为我们的框框 框框之外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你底下要安排交易 那是你不会知道的 人们偏开 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决定 已经截取了记忆框架 记忆就是不可能 没有了这个社会 没有了你的记忆框架 你不可能 记任何事 这是集体记忆 会被社会学注视的原因 这个名字因为太好用了 所以现在都不讲历史了 讲什么历史 都用集体记忆来取代 这是人民的集体记忆 用最好的跟最坏的 你可以说 好 并不是在记忆中 而是在梦境中 思想才会最远离社会 这里意思说 记忆永远跟社会扯得紧紧 是紧到你不可相信的地步 像你这个时代 要去讲台湾当时的反子帽子怎么回事 跟你到这个年纪 再去讲反子帽子怎么回事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梦境只仰赖自身 而我们的记忆 却仰赖我们同伴的记忆 以及社会的记忆跟大国家 好 所以这个 你看刚才有新闻媒体报导 某国老哥出现 这是几年代的时候 的共同回忆 这个集体跟共同是同样的意思 那有些人就问我 老师你在那时候怎么样 那有些我确实有 有些我根本就不知道 在我的时代我也不知道 不要讲我有人的记忆 是现在被炒出来的 还有比较梦境跟失与症的人的记忆 他们想要看看 有些生理上有问题的人 失与症就没法讲话了 口头传统 同时构成的最基础的 以及最稳定的集体记忆框架 不过这个框架是相当松动的 因为它并没有包括稍微复杂的因素 因为它包括了我们在线 这种孤立的细节 和不连续的要素 我们的那个记忆 有时候真的不是太连续 所以这个失与症的人 就是口头传统 传不下来怎么办 用笔的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的 还有现在社会跟过往社会的记忆 所以现在社会跟我们思想 所沉浸其中的社会 有哪些主要差异 首先后者并不对我们压迫 就是社会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我们可以自由地 从过去时段中随心所欲的选取 其中一个段落 然后沉浸在其中 而现在社会 我们占据了一个特定的位置 而且受到连带的限制 就是记忆早成为我们的假象 以为我们是生活在其中的团体 不会求护我们 就监禁我们 但可是只要我们接受这个团体 就是逃不过他们的求护 所以生活在这里 你要念书 然后考试 告诉你的历史故事 就是历史故事 像你们习惯的语言 你们这代人因为教育关系 所以你们 我们习惯的大陆 你们都会叫中国 大陆就会觉得 你们怎么称中国呢 我们自己国 你的态度思想 就是什么 天然度就这样出来 然后说 这代天然度 下个天然统 就跟着人就这样下来 所以我们讲中国的时候 这个每个人的意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我们在台湾讲中国人 你可能有些人是认定 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信奉者 或者国民这个 那有人认为是中华民 我们也没解决中国人 那有人就不喜欢 认为 觉得跟中国无关 我是台湾人 所以这个表述上面 其实在这个名字上 真的一个名字 已经是多重表述了 政治上说 它各自表述 其实上生活也差不多 只是在你们这代人 可能只说 我是中国人这一点 会被别人侧妒 别人只同胎 我们那代人 根本就跟统独一眼关系 我们的教育 就是这样的教育 你们这个时代 就有这个问题 那你们的下一代 会不会怎么样 你就会看到这种 这种带的变化 过往记忆 基本上是不完整 跟不完美 所以一直觉得 它永远可以 永远可以翻案的东西 永远可以干嘛的东西 我们对过往记忆 不管这也不完美 我相信心灵所建构的记忆 是受到社会的压力 这个人要看恶人的案例 受到多大的社会的压力 记忆的定位 localization的问题 近期的记忆之所以相连 不是因为他们在时间上相近 而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团体的整体思想 这个团体是我们当时有关系的团体 或者我们在前几天有关系的团体 要唤起这些记忆 我们必须站在这些团体的立场来采纳 它的利益 并且遵循这样的反思倾向 我们在企图定位古早记忆的时候 就是唤起这样的过程 前阵子 有人在推定二二八事变 到底死了多少年 有一种说法是什么 几十万人 他说根据现在社会的 社会学的一些研究 有些动乱中死的人 要按照什么方法推定 还有当时的人口的总数 还有地方的人口 还有那个死亡的记录 等等几个因素 推定死多少人 结果 这个两个人写的文章说 推定大概二二八事变 才死了一千多人 怎么会死那么少 决政有问题 就学术问题 就又变成政治问题 他把一个政治问题 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 结果又变成政治问题 所以到底死多少人 不知道 有人说很简单 二二八事变不是有受难的补偿吗 你看多少人家属去拿 因为那证据 不必太认真的证据 不必有没有决定的证据 都可以拿起来 现在已经没有人拿了 当初拿的人有多少 当初拿的人 还有你号称死的人 然后再加上其他人 推定大概就这个数量 所以他们坚持是 人数相对而言的不多 你知道 九二一大地生 台湾是多少人吗 这我有认真的研究 那时候我在国外 因为我要做一个演讲 根据当时警政单位的研究 死了三千两百多人 大概三千三百三千死 那已经算很多人了 在这个时代 那二二八 你可以 也可以给他 才到来 真有十何个人 那每个家人 都有千人 可以想 好像没有 所以 我能够看这个文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学术上还有 当然 这个受难的家属 所承担的那个 服侍这里面的问题 所以要推定 什么灾难死 多少人 会上什么活动 到底有多少人参加 很难很难 去界定 那当然 死多少人也不能够 代表这件事情 重不得轻 这也是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 重视转型正义嘛 所以这才会是一个 大的议题啊 我常常注意灾难死多少人 那现在灾难 相对人 死的人数 相对人就很少 最近印尼海啸 死的人 也不是到 也防备到一百人 受伤的人 带光死的人 至少吃不住 统计是没有 这么多人 那以前你想 实际里面记载 这个秦将 买起坑造主 多少四十万 四十万怎么买呀 光是现在 四十万你要挖 多大的坑啊 所以也不知道 所以也不知道 那个四十万是真的四十万 或接近四十万 还是只是一个虚数 最近看到一个人说 司马迁在记载历代的战役的时候 这场讲得最清楚 包括四十万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祖先还是什么 因为他们家都没有参加 然后他们只靠文献 所以他的文献 应该是比较少 看到一个这样的记载 我很惊叹 因为跟这个讲他是一个关系 好 而一个人的记忆力啊 跟别人是不同的 这没差 没错 会因为气质跟社会环境而已 这也没错 而且个别的记忆 仍然是团体记忆的一个部分 或是面向 因为每个印象和事实 重此是一个人所特有的 只要加以思索 就会留下常人的影响 和社会环境而来 此外 那这里假定是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记忆是相似的 有的人记忆特别好 那个是例外 不在这种论述之内 英文叫做 他有photographic memory 他有照相式的记忆 在有些影集里面 他会说 他可以回到点睛一闭 就回到当时现场 每一个小角落的东西 他都还可以重复 就像看到照片一样 这个当然只是用影像方式 呈现他的记忆力很好 那有些催眠 也号称具有这种能力 就把你催眠 然后你是一个车祸的目睹者 譬如说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车祸的车牌是几号 这电影要直接 你就进入催眠 然后你看到一辆车来 有 那你有注意到他的车牌吗 等一下 然后你基本就这样 摸命 然后就放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手机差不多的那样 这个当然是要模拟那种 那种 真实真的是那样 我一直很怀疑 因为我没那么好的记忆 所以我太可能这样讲 那这里讲到家庭的GDG 那个补充的 只是一个 算是当做一个意识来谈 重视家庭成员住在附近 这边是分隔远 每一位家庭成员 对自己用自己的方式 自己家庭的公共往事 这个你年纪大一点 试试看 你如果从你简单的话 还有宗教 每一个宗教呢 都是一种 浮相形式显示了宗教跟部落迁徙的融合的历史 重大事件 战争和体制发现以及改革的历史 我们都可以在每一个社会 起源之处找到这样的惯性跟实作 所以宗教跟GDG有关系 最后结论 结论一讲的旺季 遗忘 旺季是因为GDG的架构消失 或者在部分上 因为我们的注意焦点已经不放在他们身上 或是因为注意焦点在别的地方 但是忘记 或者是某种回忆的扭曲 也可以解决一种时段 到另外一种时段 集体记忆框架的转换 另外呢 就个人只在仰赖记忆社会架构之下 才能才能回忆 换句话说 组成社会的不同团体 都能够在每个瞬间重建他们的过去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 他们最常见到是透过重建过去 而对过去加以歪曲 这不几次过去 现在一样 有些大陆人对台湾人有过度美化的倾向 也有些台湾人对大陆人也有过度丑化的倾向 可是到深圳才知道说 台北真的跟深圳不能比 没去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 去了非常明显发现 生活水准那边比较高 那边的高度比较多 因为新的建设比较多 在号称改革开放四十年 从一个渔村 就变成一个可以对北东上海批免的一个城市 我就是问了一个人 如果邓小平现在看到深圳就一样 到底他的感触是什么 到底你认为 说不知道 就像河中的 也并没有 真的深圳 各位没去过的话 应该去一下 很不一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想过的回忆 会有一成不变 加有复制 但是一旦有了反省 我们就不会让它过去重现 我们会歪曲过去 因为我们是多希望能够造成更多的意外性 很多人就跟你讲故事的时候 是为了掩藏他过去的黑历史 我就听过很多人讲我的同学 然后讲到他当时主要不是说 完全跟我的心意不一样 我说他不好的地方 或者他以前是国民党 他都没告诉我 他就说他以前 从多长就开始对民主很像 你看 比如他以前是国民党 我都还不是 他还是是的 因成为众多记忆库中精挑细拳 然后消除某些 并且根据我们当然想法 重新调整某些 就这样做了很多修改 这还是有意义的 我刚才讲的故事 社会能够存在 从过条件 是因为它的知识 都以潜在了集体记忆的信念为基础 像这些都是结论式的说法 你要注意在实际运用之后 能不能验证 不论起源如何 社会信念都具有双处特性 第一个是集体传统或集体回忆 但是他们同时也从现在知识传统的想法 无关系 以现在为基础 或以现在为框架去想过去 没有社会思想 不是同时也是 你看这也是公投语言 对吧 社会思想都是社会记忆 一旦一个人或者一件历史事实 渗透到了社会记忆之中 它就会转换成一种教会 一种观念或一种浮相 而且具有利益 它就变成社会思想体系中的一项要素 这就是传统可以跟现代思想可以同时并存 在现实生活中 现代思想也同样是传统 而且两者都指涉同样的时间 以及同样有权利 以过去或最近的社会生活 当作当代其实 最后了 有上面的说法 你可以推论 社会思想主要是一种记忆 而其内容 就仅仅是集体回忆或者是记忆 为了把recollection 这个字跟remembrance 我们的集体记忆是memory 这几个字其实是同一字 memory recollection remembrance 这里都有个re开头 memory是没有re开头 所以这里有比较再度的一个意思 那个memory在字元上面 但是我们可以推论 其中只有那些能够在每个时代身中存活的 透过现代架构运作的 才有重现的 所以对于现在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 有些人不会再去回复那些 就不会去有自己的社会议 所谓的集体意义 所以集体记忆 简单来说 是有一些政治 当代的政治目的 有一些社会因素在其中的运作 而不是纯然的把过去的事情在线而已 因为这已经就讲到了 从社会学的观点 从知识社会的观点去研究过去的这个主题 然后它的这些看起来像是通论性的东西 其实不要太在乎 很多人在学知识社会学的时候 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通论性的架构 或者通论性的理论体系 然后把这个体系往任何世界上一套 你好像就觉得你发现了这些事情的意义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这也只是提醒你 你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 不管这历史社会学或者什么当代口述历史 或者在你做访谈的时候 访谈他过去的那个 其实都要注意到 你在请他谈他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有这个集体记忆的这种因素 他可能会为了顺利你 或顺利他现代状况 然后告诉你一个答案 你如果信以为真的认为这件事情 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因为他本人说过 那你就太不了解人的复杂性 所以透过集体记忆这个说法 只是让这堂课 这堂课呢 基本上都只有架构性的建议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 尤其Merton的Paradise 心灵产物跟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 讲的比这个要稍微详细一点 考虑的面也全面一点 这里只有告诉你家庭、宗教 或者阶级 怎么会形成你的想法 这个其实悲之无声高温 但是我们要谈的这个 知社会学后来演化成这个 或者后来有不同的名词 大概就是这样的名词 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会很想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